第3581章你半珠吃虎 无论放在哪里 一星天才都是相当相当罕见的 会被各个势力争先恐后地收入麾下 现在一下子出现了两个一星天才 自然是一场龙争虎斗 原本一星天才怎么也得在32强 甚至16强8强的时候才会相遇 可因为这赛制的规定 导致两大年轻天才这么早碰撞上了 两虎相争 必有衣裳 林涵兴致勃勃 在一边坐着观看 闲着也闲着 打发一下时间好了 见林涵这副模样 萧之轩完全无语了 你哪来这么高的兴致啊 那可是刘华云 一旦牛建华撑不住的话 那他二人又能够幸免吗 他恨不得冲上去给林涵几巴掌 让他认清一下现实 牛建华和刘华云战斗的无比激烈 两人你来我往 都是将实力尽险 但哪怕同样是一星天才 自然也是有高下之分的 只是差距极小极小 刘华云更强 刘建华郁闷之急 他若是没有被人敲了闷棍 没有被人洗劫一空 那么他现在只要穿上一套战甲 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贪念刘华云的份 啊啊啊 那得该死的小贼 别让他抓到 刘华云则是冷笑 其实他在天分上并没有比牛建华高 但他在寻觅静待的时间更长 将境界圆润的更加完美 所以九战之下 这个优势自然慢慢显现了出来 而且越来越大 这一战 他是赢定了 你们两个赶紧走 牛建华大吼一声 却是立刻转身就跑 咦 你教我们跑 不给我们争取点时间的 肖志轩张口结舌 他知道像牛建华这样的二世祖靠不住 但完全没有料到会靠不住到这样的地步 也太无耻了吧 可牛建华跑得飞快 瞬间就没了踪影 刘华云只是追了几步就停了下来 不得不承认 牛建华掌握了一门高深的身法 速度还在他之上 追了也是白追 无妨 接下来还有很长的时间 他还能再遇到对方的 先把另外两个人解决了 他转过身来 森然看向林涵和肖志轩 咦 自断一臂 然后滚 他对着肖志轩说道 又向着林涵看去 至于你麻 将舌头拔了 再自断双臂 林涵压了一下 道 自断一臂倒是可以 可自断双臂的难度也太高了 不如你给我示范一下 刘华云不由怒火上窜 我还给你示范一下 嘶 这个家伙真是好大的胆子 靠山都没了 还敢跟自己横 看来 还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再废了你的双腿 才能让你记住教训了 刘华云淡淡说道 但怒意已是喷涌而出 眼神害人之极 林涵摊了摊双手 向肖志轩道 怎么老是有人威胁我 哎 我这个人最最讨厌被人威胁 对于这样的人 我通常都是打到弱智 肖志轩完全无语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与林涵完全撇开关系 他站远了一些 已是清白 你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 刘华云大步向着林涵走去 哄 他体内的气血滚滚而动 有若一头人形恐兽 现在要大开杀戒了 林涵双手抱胸 显得轻松之极 刘华云出手 轰 寒气圈阳 仿佛一下子来到了极寒之地 便是凭空倒出一杯热水 都会瞬间结成冰块 他充满了自信 九成九的对手 连他释放出来的寒意 都是无法匹敌 直接就动得哆嗦 完全失去了战力 相信林涵也不会例外 然而 接下来他却是惊讶地发现 林涵好端端地站着 完全不像是受到影响的模样 这 他露出一丝正容 道 原来你是半猪吃虎 实力还算不弱 林涵展颜一笑 夸奖了 肖之勋也是震惊 这家伙居然可以对抗 刘华云的寒气攻击 呲 虽然这不能说明林涵就能 匹敌刘华云 但怎么也有了一丁点的希望 这么一个强者 为什么如此低调 被牛建华当作小弟保护 也没有提出异议 等等 这个家伙不会是在戏耍牛建华吧 极有可能 那又如何 五人同皆无敌 刘华云大吼一声 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你能抗住韩亦是一回事 但能不能抗住他的攻击 则是另一回事 林涵又全一宁 向着刘华云迎击过去 砰 两人对轰一计 狂暴能量乱卷 无尽地杀石费扬 肖之勋看得仔细 林涵在这一集上毫不吃亏 站得是四平八稳 甚至连表情意识不变 依然那么镇定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 这个家伙果然一直在扮猪吃虎 刘华云则是露出了慎重之色 虽然只是交手一招 但足以让他看出林涵的不凡 否则的话 普通的寻逆境又怎么挡得住 他的寒意攻击 更何况是权力一拳了 这个对手 不容小觑 甚至比牛建华还要难缠 他心中生灵 之前与牛建华一战 他消耗了大量的秘力 要是林涵的实力不弱于牛建华 那他厚力无忌的情况下 极可能不敌 此人好因 居然不顾同伴的死活 只是用来消耗自己的力量 好让他赢得单独战胜 自己的美名呢 可恶啊 无论是在刘华云 还是肖之勋的眼里 林涵的形象都是无比的腹黑 林涵一声长笑 展开了反击 之前有牛建华这个傻叉 喜欢冲在前头 那林涵也不介意轻松一下 但被人吸到头上 他自然不会再低调了 怕你不成 刘华云也是怒吼 挺拳而轰 两个人都是毫不避让 就是那么硬碰硬 不讲技巧 完全就是力量最直接的碰撞 因此 这也很容易分出胜负来 一记中级之后 刘华云只觉体内好像打翻了似的 难受得无法形容 而骨头也在卡卡作响 他可以断定 那上面肯定出现了缝隙 再这么拼下去 他的内脏都可能因为强大的震荡而破掉 而骨头的话 绝对会断掉 不过 自己撑不住 对方也差不多吧 你狠 我比你更狠 刘华云憋着一股紫静 向着林涵疯狂出手 比狠 他这个从囚龙中出来的人 怕着谁来 第3582章又走引了 林涵亚然 这个人干嘛要如此的一根筋 非要和自己过不去 他可是七变 西谷 西闻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体魄之强根本不是任何寻觅境可以相比的 你却非要跟他硬拼 这是脑袋被驴踢了吗 不过 既然非要与他的长处硬拼 林涵自然也不会在意了 在对轰几下 刘华云的状态就非常不好了 他的头发全部凌乱 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那是生生痛出来的 真是疼 他至少断了三根趾骨 耳壁骨上也出现了许多的裂缝 再对拼几下的话 保证手臂就废了 这真是讽刺啊 之前他威胁要断了林涵的双手双脚 结果呢 好像是自己的手已经断了 力也差不多了 明明是硬碰硬 双方受到的震荡力是一样的 按理来说林涵也不会比他好到哪里去 可看看林涵 一副气定神贤的模样 哪有一丝丝的狼狈 这是一个怎样的怪胎 你压是用母精铸成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刘华云咬牙道 这次的碰撞让他吃了太大的亏 我乃残业 林涵笑道 向着刘华云勾了勾手指 你不是要打断我的手脚吗 来 我等着呢 刘华云脸色难看 这不是赤裸裸的打脸吗 残业 我记住你了 他咬牙说道 真想一拳把林涵砸死 林涵贪了贪手 在这件事上他很无辜好不好 刘华云是牛剑滑奏的 与他何干 为什么他会拉到仇恨呢 他想不通 明明他从神识中出世 应该幸运只满个才对 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无望之灾呢 见林涵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刘华云不由地更加愤怒 你都占了这么大的上风 怎么还一副吃了亏的模样 嘲讽 绝对的嘲讽 林涵哈哈大笑 他既然你想要废我的双手双脚 我自然也不能客气 就废你五支好了 刘华云一愣 五支 哪来的五支 林涵见他猛然 好心解释道 所谓的五支 只有男人才有 刘华云这才明白 这压的是要淹我啊 残业 你以为体魄比我强上一点 就一定能赢了 他冷冷说道 从袖子里取出了一把长剑 细长如鞭 软软的 但以逆力一激发 剑身立刻笔直挺起 他捏了一个剑诀 直指林涵 整个人也散发出一股锐煞之气 仿佛人也成了剑 林涵亚然 没想到这个家伙在剑道上还有些造诣 只从他这么一战一力来看 他已经有了剑法大师的一丝风采 在我夺命十三剑下 你还能这么嘴硬吗 刘华云傲然说道 用不用剑 他的战力是完全不同的 嘴炮王 出招吧 林涵笑道 自讨苦吃 刘华云立笑一声 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一剑扫过 耀眼生光 夺命十三剑 剑剑夺命 林涵张开铜树 捕捉着剑法中的破绽 然后一指点出 逆力从指尖的翘穴中打出 扑 刘华云的左肩上立刻有一道雪花闪动 什么 刘华云的攻击顿时戛然而止 他呆呆地看着林涵 脸上全是不可思议 无论什么秘术都有破绽 而在休息的过程 因为学得不到位 还会出现更多的破绽 刘华云是剑道奇才 他将这夺命十三剑吃透到了骨子里 因此他也只剩下剑法本身的破绽了 但是这样的破绽隐藏在灵力的攻击中 一般人别说破绽了 就是他的剑法都是看不清 又怎么可能捕捉到其中的破绽呢 可他的攻击才打出 林涵就是一直打过来 直指剑法中唯一的破绽 这让他如何能够不震惊 一定是巧合 他重振起鼓 再起一剑 向着林涵击刺而去 林涵淡淡一笑 仍是一指点出 扑 静气从剑法的破绽中穿透过去 打在了刘华云的诱乐处 扑 又是一道血花绽放 刘华云身体发颤 连续两次都是如此 那绝非侥幸 而是林涵真的可以捕捉到 他剑法中的破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林涵有些亚然 道 咦 不是十三剑吗 怎么不出招了 还出个屁啊 刘华云摇头 夺命十三剑的威力无比强大 但也因为如此 在防御上就太弱了 因为只要以雷霆万钦之势 弹掉对手 自己的防御是高是低又有什么区别 之前他哪怕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 可只要展开夺命十三剑 对方肯定便只有防守的份 哪像林涵 一指弹出就让他剑血 再斩这套剑法 他是自讨苦吃 他重新出剑 但这一次剑尸便没有那么灵力了 而是有一种和风细雨的韵味 他改变了剑法 这是烟雨剑 林涵展开铜树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这套剑法就不同了 更偏向于防守 三分攻七分手 他依然捕捉到了破绽 可哪怕击入这个破绽 对手也能从容化解 他一指点出 静气轰出中 果然 刘华云剑是一转 心意便将这一击给化解了 林涵微微一笑 这就可以对抗他了吗 他主动出击 雷光全展开 攻势顿时快如闪电 这时得自欺皇子的拳法 林涵平时不怎么用 所以被人认出的可能性很小 而且了 既然欺皇子会 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会 所以 应该不用担心这回曝露了身份 羞羞羞 一刀刀全印向着刘华云打去 像是流星坠地 快得无法形容 刘华云仗剑而斩 他很强势 顶着这些拳印还在向着林涵发起攻击 要扭转被动的局面 林涵一旦抓住了主动拳 又怎么可能还让对方翻身 他的攻击一波比一波猛烈 始终压制着刘华云 可惜 为了隐藏身份 林涵无法运用妖猴拳 也不能用天文玉 否则战力全开的话 他早就可以解决这个对手了 饶是如此 萧之轩已是看得小嘴圆争 诗惊无比 他又走眼了 之前以为牛建华只是普通的二世祖 没想到那竟是个异星天才 而更走眼的是 林涵居然比刘华云还要强大 一次比武大赛 居然吸引出了这么多的顶级天才 第3583章一套仙术 萧之轩无比懊悔 他并非囚龙中人 而是出自一个实力不算强的武道世家 他则是吃了一颗宝果之后 修为直窜寻秘境 这样的来的修为自然战力不强 他也知道这点 因此他来这里参加比武大赛 目的就是来挑一个超级天才 做自己的如意郎君 他对于自己的容貌充满了信心 他故意摆出冷漠的姿态 只是为了拔高自己的形象 而他也知道 他越是表现得冷漠 反倒越是会吸引男人 太容易得到 便不会珍惜 经过他之前的观察 对表现神秘的灵涵最感兴趣 对夸夸其谈的牛建华则最是反感 但看到牛建华的强势表现之后 他自然对牛建华刮目相看 深感自己看走了眼 竟是把龙看成了虫 而把虫看成了龙 可正当他主动与牛建华说话 又故意疏远灵涵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 牛建华跑了 而由龙变成虫的灵涵 却又有了龙的表现 这真是大起大落 也让他郁闷死了 现在在和灵涵套近乎的话 灵涵会把他之前 与牛建华亲密说话的画面遗忘吗 他暗恨啊 你们一个个干嘛都这么低调呢 非要装插 结果好 把他给坑了 你们两个都该爱雷劈 灵涵可不会在意 萧之轩是怎么想的 他无比强势 攻击灵力 现在他也不用再开铜树 刘华云的这套剑法 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心意便能堪破 从而只打核心 燕与剑确实更善防守一些 但世间也没有最强的防守 在灵涵的狂轰乱炸之下 陆华云渐渐露出了不知之色 咦 那不是说刘华云吗 群密尽石墙之一的刘华云 他居然不敌了 他的对手 难道是石墙中的另一个吗 看这样子 有点像是排名第八的王洞 嗯 应该是王洞 否则怎么可能让刘华云落在了下风 有一行人刚好路过 见到这样的大战自然失色 如此级别的战斗应该在正赛中才会发生啊 现在却是提前碰撞了 让他们明知道刘在这里危险 却还是驻足看了起来 肖之轩自然听得清楚 不由在心中吐槽 那哪是什么王洞 而是装插之王 又是几招之后 刘华云知道自己不可能有一丁点的胜算 而严格说起来 自己的弟弟是被牛建华打伤的 与灵涵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犯不着这么要死要活地 这不是白白让牛建华的义妈 一念至此 他连忙掉头就走 这刘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等进了正赛在遇到林涵的时候 他再用出绝招好了 这压箱底的功夫 当然的刘在最最关键的时候用了 林涵打出一道劲气 轰在了刘华云的屁股上 碎步纷飞之中 顿时先毫必现 附近观战的人都是瞠目结舌 刘华云居然果奔 这绝对是大新闻 而害得刘华云果奔的 则是另一名年轻天才王栋 不说这件事的本身 只要想想后面隐藏的故事 就足以让人浮想连篇了 激情满满啊 林涵收拳 向着附近那些人看去 顿时下的这些人落荒而逃 哎 跑什么呢 他又不是老虎 残业兄 你可真是身藏不落啊 萧之轩悠悠说道 似哀怨又似肃情 让人怦然心动 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万一林涵就喜欢他这款呢 林涵淡淡一笑 他自然不会将萧之轩放在心上 正想说话时 一个声音确实响了起来 在山顶的某一处 藏有一套金雕十八爪的技法 乃为先级秘法 是郭长老特意放在那的 谁能够找到这套技法 便可以直接获得三十二强的一个名额 声音轰隆 传遍了山间每一个角落 这是一名先徒强者 林涵听后 不由怦然心动 他不在意提前进入三十二强的资格 反正他一定可以胜出 但一套先级技法就不一样了 他现在能够运用的法门少得可怜 如果能够得到这套爪法 那在接下来的正赛之中就可以发挥威力了 至于能不能在一两天之内修成这套技法 他自然是没有冰点的怀疑 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这个声音谁都可以听到 显然 必然有许多人会向着山顶赶去 展开争夺 先级技法 而对于庸人来说 要是侥幸得到这么密法 不是可以立刻扑影而出了 因此他们也愿意冒险 顿时还没有退出比赛的人中 至少有八成都是向着山顶跃去 林涵也没有浪费时间 一转身 略身而去 将萧之轩丢在了原地 与他而言 两人又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先前住在一个院子而已 一个院子 又不是一间屋子 一张床 需要负责吗 萧之轩则是叹了口气 显然他不可能巴上林涵了 那牛建华呢 可想到牛建华在关键的时候 直接气人而去 冷血无情 显然天性良薄 这种人的眼里便只有自己 跟着牛建华的话 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牺牲了 他想来想去 一团乱麻 此山并不是太高 也就几千丈 相对于现在动不动 就几万丈的雄风来说 真是小自卑的 林涵航的还不算快 毕竟这是山路 斩不开身法 但也只是花了两分钟而已 他就来到了山顶 这里已经来了几十个人 正在发生激战 有些人十分强大 一招就能避敌 有些人则是稀疏平常 属于被一击秒杀的 实力差距十分明显 一套仙术 将天才 雍才都是聚到了一起 厮杀之下 自然是雍才被快速淘汰了 太古宗突然说 这里藏着一套仙术 显然是想让他们 自相残杀的速度快一点 饺子 过来送死了吗 一人咧嘴笑道 挥舞着血淋淋的大刀 斩了过来 他已经杀了五个人 也杀得兴起 见到一个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突然出现 第一时间便杀了过来 刷 眼看刀锋就要斩到林涵的脖子上 他不由充满了期待 那脑袋飞起 鲜血如泉涌的画面会让他无比的兴奋 第三千五百八十四张演技报表 刀刃斩到 林涵随意一弹指 钉地一下 只见那把刀便飞了出去 出手的那名壮汉惨叫 他的虎口被生生崩裂 鲜血极勇 息痛钻心 林涵毫不留情 一直在点 扑 翘穴中打出一道劲气 没入了那壮汉的眼睛中 顿时将他的脑子轰了个稀巴烂 翘穴攻击的威力稍弱 对付像刘华云这样的高手 就只能起到扰乱的作用 但又不是每个人都是一心天才 那壮汉也就比一般的寻觅 竟稍微强大一点 连林涵的翘穴攻击都挡不住 林涵收回了手指 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好像只是做了一件 唯不足道的事情 然而 附近确实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一幕 个个都是凛然 来了一个狠人 他们都不敢去挑衅林涵 反正还没有发现金雕十八爪在哪 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争夺的时候 再说了 有点实力的人也相信自己能够挺进三十二强 也不可能在争夺攻法的时候太过拼命 这只是提前获得了一张门票 并得到一门先法而已 若是为此送命的话 那就太冤了 林涵在山头寻找着 但谁也不知道这金雕十八爪技法的载体是什么样子的 刻在石板上 玉板上 还是画在了纸上 布上 所以 这寻找起来就有点困难了 需要睁大了眼睛 仔细地找 不然的话 这里早就涌起了这么多人 不是早早就被找到了吗 厮杀还在继续 许多人都是想 既然还没有找到仙术 那就先杀人吧 反正把人杀得差不多了 那也能保证自己进入三十二强 林涵没有圣母心 并没有出手阻止 既然自己跑来参加比赛 那就得有相应的觉悟 人家也没有拿刀子逼着谁上山 所以现在只能生死自负 叫喊声费反迎天 时不时就有人传出惨叫 有人逃向山下 不是找个地方躲再起来 而是不完了 要逃出山棄赛 林涵充耳不闻 他的快点找出仙术来 这样他就有多一点的时间去研究 找到了 有人突然叫道 顿时 所有的目光都是看了过去 只见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下 压着一本只露出一脚的书借来 这应该就是金雕十八爪了 那发出叫声的人满脸的后悔之色 似是在懊悔自己为什么要叫出声来 闷声发财不是更好吗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 一道人影如神龙四弟飞掠过来 一掌便向着岩石拍去 要挥飞大石头 取走下面的仙术 想得美 有人出手拦截 这时候敢出手抢夺仙术的 自然个个都是高手 普通人只能碰碰运气 真到这样的关键时刻 上去抢夺就是送死 砰 砰 砰 鸡站立刻展开 越来越多的高手加入了争夺 但互相牵制之下 愣是没有人可以把岩石拍飞 取得下面压着的仙法 林涵并没有上前 因为他记得很清楚 之前他看过那里 绝对没有那本书界的存在 现在怎么就突然变出来了 正是那人惊喜之下失态了 显然不是 林涵在人群捕捉着先前的那个人 很快 他就定位到了 这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 之前还一脸的懊恼 现在确实坐在了一块石头上 嘴里含着一根狗尾巴草 悠哉悠哉地看着戏 果然 林涵走了过去 在石头上一靠 道 一手挑起如此大战 想来很有成就感吧 那年轻人唯唯一笑 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故意压了一本书在岩石之下 狂骗其他人发现了仙术 引发了血战 林涵说道 这回 年轻人没有否认 而是道 怎么样 我的演技很好吧 演技是不咋的 只是对于人心的把握很好 瞬间就引发了战斗 否则细细想来的话 其实破绽还是挺多的 林涵实话实说 演得有些浮夸 尤其是最后那懊恼的表现 太过了 嗯嗯 下次我一定改进 年轻人倒是挺谦虚的 连连点头 然后伸出手 我叫司马怀 你呢 残业 林涵也伸出手 砰 就在这时 终于有人趁着战乱打碎了岩石 拿起了下面压着的书戒 他兴奋之急 挥舞住书戒道 我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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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 其他人的攻击都是向着他砸去 那人虽然不烦 但也架不住这么多劲敌的围攻 再加上兴奋之急疏于防守 顿时被轰杀逞扎 他满脸的无法接受 自己都已经得到了先数 按理来说 太古宗的人应该出现接引自己才是 怎么会看着他被轰杀呢 他勉强把手里的书戒拿高一点 目光扫过 顿时一口气没能缓过来 挂了 那上面赫然写着七个字 古诗三百首赏息 里妹的 被坑死了 那人双眼瞪的魂元 流露着强烈的不甘 绝对的死不瞑目 其他人自然也发现 一个个都是起了蹊跷生烟 他们居然被耍了 刷 这些人同时扭头 向着司马怀看去 司马怀顿时演技报表 他露出无比的恐惧之色 指着林涵道 各位大爷 我也是被逼的 就是他 他让我把那本书压在石头下面 说是找到了仙术 他义愤填膺 摆出了受害者的模样 靠 还能这样的 林涵亚然 他真是低估了司马怀的表演欲啊 他有种感觉 司马怀的实力极强 哪怕不能横扫那些人 但杀出一条生路 却是很轻松的事情 可他却是急性发挥 把林涵给坑了 林涵摇摇头 这样的奇葩还真是少见 是你 众人都是将目光盯在了林涵身上 虽然仍有些怀疑 却已经相信了七分 因为林涵若是与司马怀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两人为什么会站得那么近呢 他们二人摆明了都在看戏码 可恶 太可恶了 林涵唯唯一笑 我如果说与这件事情无关 你们也不会相信是不是 他承认了 真的与我无关 我是被迫的 司马怀立刻叫道 闭嘴 一鸣红发男子喝道 然后杀气腾腾地道 不如将两个人都宰了吧 第三千五百八十五张金雕十八爪 好 其他人都是点头 虽然林涵才是罪魁祸首 但司马怀为虎作娼 自然也不能放过 林涵哈哈一笑 向着司马怀道 怎么样 我说你演技浮夸吧 司马怀则是叹了口气 他感觉自己演得很好 很投入啊 羞羞羞 四周的人已经纷纷出手 向着林涵和司马怀骑骑攻来 唉 为什么你们非要找死呢 司马怀淡淡说道 慎行突然杀出 飘逸如鬼魅 扑扑扑 他在人群中自如穿梭 便看到一道道雪花飞溅 莫不被他生生摘走了天灵盖 道地而亡 他连杀十几人 本身却是不染一丝血迹 飘逸潇洒 其他人却是害怕的胆汁都要冒出来了 这人的实力怎地如何之强 他们这些人敢来争夺 肯定要比一般的寻秘境强大 可那么多人围攻 物质被他一招灭杀一个 这实力差距有多大 他们都有些怀疑 此人是不是仙徒强者了 立刻有人转身便跑 这样的杀神不可匹敌 还是不要去送死的好 有一就有二 这里的人很快就跑得干净 司马怀转过身来 向着林涵一笑 我还是挺讲义气的 没有连累到你吧 可是我仍是十分不爽 林涵淡淡说道 那又如何 司马怀看向林涵 双眼漠然变得通红 好像染满了鲜血 你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我想 用你的人皮做展台灯 应该很漂亮 你不是演技派吗 怎么突然又成了神经派 林涵把墓碑碎片取了出来 他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家伙 哈哈 你想用一块板砖来对抗我 司马怀大笑 残业 看来你还得没有起错名字 脑残啊 林涵右手抓着墓碑碎片 左手则是向着司马怀勾了勾手指 来吧 成全你 司马怀攻了过来 林涵直接一板砖直了过去 咻 有若炮弹一般 向着司马怀砸去 无知 司马怀随意一拨 打出一道静气 便要将墓碑碎片打飞 但他立刻色变 因为墓碑碎片好像万法不沾 他打出的净力根本没有作用 那块板砖依然向他砸了过来 这时 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躲闪时间 只能将双手交叉 挡在了面门上 砰 他只觉双手一痛 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好像被一股阴气缠绕 虽然这无影无形 可他就是有种感觉 好像被某种东西缠上了 痛痛痛 他低头看 只见两只手都是变形了 骨头肯定断掉了 他大嗨 这是什么宝器 也太恐怖了吧 林涵身形逼近 补上一拳 司马会连忙退 他的双手也不知道伤得多么严重 哪敢与林涵力拼 林涵趁机收回了墓碑碎片 他砸出这玩意也只是想要试一下 没想到效果真是惊人 我觉得你应该演一个死人 他连连出拳快如流光 司马会又怒又惊 如果他还在完全状态 自然不拒着雷光拳 但双手好像断了几根骨头 经脉也伤到了 又怎么适宜战斗 他只能退 一退再退 耻辱啊 一向只有他玩弄别人的份 可现在居然落得如此狼狈 感到双手越来越痛 他不再恋战 而是转身而逃 林涵若是展开咫尺天涯的话 肯定可以追上 将司马怀壮飞 但这门身法却极可能曝露他 还是慎用得好 算了 反正这家伙也够惨了 林涵收起墓碑碎片 继续寻找仙树 他定定星星 挖地三尺 终是找到了这门仙树 这是一卷兽皮 当然不是虚空兽所剥落 有些古老了 展开之后 却是一头金雕在捕猎的画面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对手 但皆是快速制敌 咦 这不是什么爪法 怎么成金雕捕猎了 年轻人 你可以下山了 一个声音在林涵的耳边响起 这得到了金雕十八爪 他就直通正赛了 林涵点点头 心中则是有些坠坠 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亏到他刚才轰伤司马怀的一幕 墓碑碎片虽然是不祥之物 可效果却是惊人 可别让仙徒强者见了 生起了歹意 还好 他下的山后 也没见谁出来找他 一回到院子 林涵立刻开始修习金雕十八爪 这没有直接的爪法传授 而是应该通过观摩金雕的捕猎 从而体悟这门仙术 他仔细盯着看 在是海中 原本静止的画面却是动了起来 林涵仿佛回到了洪荒年代 一头展翅足有百丈的金雕飞在天空之中 很快就发现下方出现了一条三百丈长的巨蟒 正在对着天空吐纳 一团黑气从他的嘴里来来回回 还有一颗古铜色的珠子悬浮在他的嘴前 有一种莫名的韵味 声担静的蟒蛇 林涵立刻在心中说道 羞 金雕却是直接发起了攻击 从天空中俯冲而落 双爪向下急抓 扬起一片金灰 巨蟒与金雕激战 却是三两下就被金雕抓得支离破碎 画面一转 金雕又在重新寻找猎物 这次他盯上了一头银色的犀牛 额头上的尖角却是如刀锋一般 那是刀锋兮 据古老的资料显示 这种妖兽成年后便是声担静的存在 而且是声担静中的佼佼者 那刀锋般的独角无物不展 无坚不破 然而 金雕却是悍然发动了攻击 直接抓起了这头刀锋兮 让他空有力 脚也没有用武之地 然后在空中生生将这头发扬犀牛丝成了两片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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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涵看到了一幕又一幕金雕不错的场面 有陆地上的凶兽 有海中的凶鱼 有同为空中的猛行 但皆是被他干净力落地撕碎 当所有画面皆是消失之后 林涵开始感悟 将金雕的攻击化为自己可以施展的抓法 他的悟性无比可怕 一天之后 他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掌握 这时 有人过来送口信 让林涵明日早上十点赶去太一格前的广场上 正赛会在那里举行 除了林涵之外 在这个院子里还有牛建华也接到了口信 事实上被淘汰的人已经离开了太古宗 留在这里的人都是有资格参加正赛的 第3586章真巧 牛建华可以进入32强并不奇怪 他毕竟是一星天才 可对于牛建华来说 他发现林涵也还留在院子里的时候 自然是大大地吃了一惊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林涵是得到金雕十八爪的幸运儿 难怪了 人家是补算大师 能够第一个找到仙术自然很正常了 他并没有去山顶寻找 因为他可是画林真君的后代 什么密法的不道 需要去抢一门低阶仙术 真是开玩笑了 不过 因为无耻地抛下了林涵和肖之轩 他也不好意思和林涵打招呼 只当不知道了 一夜过去 林涵对金雕十八爪的领悟又近了几分 但到底能够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那还得打过之后才知道 太阳出生时 他开始修炼 他打开身上的翘穴 吸收着天地之力 助推着经脉的扩张 这个过程要到寻秘境才会结束 群秘境就不需要开拓经脉了 而是会在体内开辟出一个区域来 用以存储秘利 每个人开辟出来的秘境都不一样 有些人以心肝脾肺肾为容纳空间 有的人别出心裁 以大脑作为容纳空间 但大多数人则是开辟丹田 群秘境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终点 你可以开辟一丁点的空间就去月仙门 也可以在这个境界停留很长很长的时间 把这个存储空间不断地扩张 因为寻秘境只是决定了武者战斗的续航时间 所以真正影响战力的是开窍境 这个境界还能继续扩张经脉 而经脉越宽 一级轰出的秘利自然更多 威力自然也更大 当然了 寻秘境修得太马虎 那战斗起来三两下就把秘利用得干净 那也是不行的 开窍境无比重要 有些人只打开了36个窍穴就突破了 那今生今世就永远只能用36个窍穴来吸纳天地之力 跟第二镜第三镜突破的人一比 差距是永远存在的 不可能消失 灵寒当然不会满足于第一镜 甚至第三镜也不是他的终点 他想要打开所有的隐穴 打下最最浑厚的基石 半个小时之后 他停了下来 差不多再有几天他就能迎来一次生命层次的月升 到时候不知道又有多打开几个窍穴 他吃过早饭 又温习了一下金雕十八爪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推门而出 前往太一格 刘建华要比他先一步离开 所以两人并没有碰上 太一格并不远 林涵只是走了十几分钟就来到了地方 看看时间的话 离十点还差了五分钟 嗯 算得很准 林涵由目中一看 看到了三张熟悉的面孔 刘建华 司马怀 刘华云 其他人也各个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自然都是寻觅境中的佼佼者 一星天才应该占了多数 司马怀和刘华云看到他之后 莫不露出又是愤怒又是忌惮的表情 之前的那名铸鸡强者走了出来 双手附在身后 虽然装插的味道十足 但在这些寻觅境的面前 他自然有十足的资格了 近日开始正赛 他淡淡说道 等下所有人都过来抽签 一号对三十二号 二号对三十一号 以此类推 战斗中 除了服兵 不禁用任何手段 一方认输之后 另一方必须停手 否则本座会亲手宰了他 没有认输的话 则无论是致残致死 都不必承担任何的责任 害怕的话 那就赶紧认输了 他停顿了一下 给众人思考的时间 但只是几秒而已 见无人说话 他就把手一挥 那就开始抽签吧 众人一一上前 抽了个号 林涵一看 自己抽到的是九号 第一场 一号对三十二号 快点出列 不要磨磨蹭蹭的 纳烛机强者 显然并没有什么耐心 也是 在他看来寻秘境 就跟楼已似的 现在要让他主持 寻秘境的战斗 自然让他十分不爽了 两个人出列 立刻展开了激战 让林涵失望的是 这二人虽然战力挺强悍的 但还没有达到 一星天才的层次 偏偏因为实力接近 蝉蝉绵绵打了一个多小时 什么手段都是用了出来 最后还是因为一人厚力更长 终是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把秘境修得时间长的好处 一旦打持九战 效果立写 然后 二号对三十一号 这场战斗就结束得很快了 那三十一号是一星天才 只用了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一场场战斗继续 九号对二十四号 林涵走了出来 却见他的对手居然是牛建华 牛建华显然也没有想到 他的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但随即就点点头 道 你不是本少的对手 赶紧认输吧 林涵毕竟精通补算 未来他去开启古迹的话 说不定可以帮到忙 所以他也不想让林涵公然落败 免得日后尴尬 这话出口 刘华昀和司马怀同时露出鄙夷之色 你这是哪来的自信 林涵摇摇头 笑道 还是你认输吧 我对第一可是志在必得 刘建华一愣 然后失笑 开什么玩笑 你还想要第一 他哼了一声 道 你只是运气好 得到了一门先法 才能够得已植入正赛 本少若是出手 一招就能将你轰败 所以 还是乖乖认输吧 吵他妈的废话 快打 边上 那住机强者冷然说道 他不耐烦之极 刘建华在心中谩骂粗俗 更有一团怒火 什么时候连住机镜都敢斥责他了 只是他还没有狂盗在这里嚣张的程度 当即哼了一声 道 残业 那就别怪本少不客气了 对于新罗兰果 他也志在必得 秋 他终是出手 脚下一点钟 他向着林涵杀去 一掌踢出 扬起了漫天的火焰 他可不是善类 出手及不留情 林涵展开金雕十八爪 双手伸出 顿时变成了一片赤金之色 看到这一幕 那住机强者不由露出震惊之色 双手变成金色 这是初步掌握金雕十八爪的标志 可这小子得到这门仙术不过两天 怎么就已经掌握了 怪物啊 第3587章是你 不只是那名住机强者 牛建华的脸色也一下子变得精彩之极 在他眼中完全算不得站立的林涵 居然可以与自己对抗 那异动的气息做不了价 强横无比 砰 两人对轰了一技 牛建华顿时腾腾腾地连连后退 足足退了十几步才拿稳了脚步 咦 这个地方倒是挺奇怪的 承受了这么强大的力量冲击 居然没有一块地砖坏了 林涵向着地上看看 满脸的好奇之色 众人都是晕菜 你这是什么脑回路 这时候怎么会蹦出这么一句话的 而且了 之前已经站到了好几次 你怎么就半点也没有意识到呢 牛建华站定 他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林涵 更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恼羞成目 他居然不如林涵 被一个他完全没放在眼里的人碾压 这等于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岂能不让他如梗在喉 怎么可能呢 一个修炼都是马马虎虎的人 居然可以碾压他这个异星天才 不行 他绝不能败在林涵的手里 他的自尊心不允许 见来 他轻喝一声 羞 一道光从他的嘴里飞了出来 那是一颗圆球 但出口之后迅速展开 竟是化成了一支箭 在他的身周旋转 咦 这是什么法术 养兵术 纳筑机强者却是惊呼一声 看向牛建华的目光便带着几分慎重了 他听说过 有些人从小就会以身体温养兵器 在修炼的时候 天地之力也会流经兵器 使兵器通灵 自然而然便成为了法器 称为养兵术 但养兵术执行起来极难 为什么 因为兵器怎么能够吞入体内呢 一栋不是先把自己的肚子给划破了 所以 养兵的兵器需要用到特殊的材料 收进腹内的时候可以全驱起来 化成一个球形 那样就伤不到内脏 而需要用的时候 便将枝吐出来 化为原形 以念力欲之 因为时时刻刻都在被自身温养 兵器也与自己完全契合 好像化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只挥起来无比的心应手 既然如此 为什么养兵术却只有那些大士家 大宗门的重要族人弟子才能修炼呢 电视这养兵的材料太特殊了 无比珍惜和贵重 而且在养兵的过程中还需要许多辅助品 那同样贵得惊人 不是大宗门大家族出手 根本不可能支撑得起来 斯 这个年轻人肯定大有来头了 走眼了 走眼了 流剑滑稽出飞剑 信心顿时大增 在先途之下 养兵术的关键在于养而不是用 就好像人还处在幼儿期 本身其实还是挺脆弱的 而且中断了养的过程 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才能继续 所以 之前即使不敌刘华云 他也没有想过要寄出飞剑 赢了又如何 只是争一口气 但现在不同 他一定要得到新罗兰果 这关系到他日后的前程 所以 哪怕中断养兵的进程 他也要借知打败林涵 唉 谁让他的战甲被某个小贼给偷了呢 竟是养兵术 年轻人中也有试货的 不由倒抽一口凉气 然后才说了出来 什么养兵术 众人都是问 先前的年轻人解释了一下 顿时让其他人动容 这个牛建华绝对来自一个大势力 可问题是 哪怕这里有化林真君 可之前大家都被关在囚龙之中 哪来的资源供牛建华养兵呢 牛建华满脸傲然 他知道一旦曝露了养兵术 肯定会让自己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 但这对于他来说半点压力也没有 像他这个年纪 最需要的就是同龄人的崇拜 异性的爱慕 残业 还不认输 他说道 带着一股子的高高在上 林涵哈哈大笑 既然如此 那便让你看看我的绝招 他也是一声大喝 立刻便见他的身边多了一副盔甲 金光闪闪 我操 一时之间牛建华差点活生生地气死过去 那不是他的战甲吗 怎么会在林涵手里 很简单 那个洗劫了自己的毛贼就是林涵 难怪这家伙可以搏算出自己的霉运什么时候会消失 压的根本就是这家伙敲了自己一板砖 自己会霉运缠身 完全就是林涵害的 苦大 仇深 牛建华一下子就怒气直爆表 他曾经无数次地想象着那个小贼的模样 也无数次地幻想着等抓到此人之后 要如何的折磨弄死 结果 这个小贼居然就在他的眼皮底子下面 忽悠得他团团转 天知道自己叫对方大师的时候 对方心里面笑成了什么样子 死该死一万次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杀了你 他大吼一声 遇见向着林涵斩了过去 仰兵的剑 当然其锐无比 而且他也快要踏上仙徒了 养兵接近小城 这剑几乎可斩仙徒之下的一切存在 然而 丁的一声 飞剑斩到盔甲时 却只是蹦闪出了无穷的火花 然后便反弹了回去 哪怕一丝白线都没能留下 这可是仙徒级别的法器 而且还是成套的 林涵微微一笑 哟 还差了一点 加油 你就能在上面画出白线了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无语 你也太损了吧 有这么埋态人的吗 刘建华更是气得脑冲血 这战甲是他的 是他的 是他的 用自己瘟痒的飞剑去斩自己的战甲 这是何等二逼的行为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要客气嘛 来 林涵冲了过来 一拳直倒 刘建华哪敢应接 连芒果 他自然知道 这套战甲乃是一星级别的法器 甚至在一星法器之中都是属于顶尖的 最主要的是防御无敌 根本不是他现在能够切开的 所以 林涵已经站在了不败之地 打个矛啊 他收起飞剑 恨恨地道 我认输 他盯着林涵 这小子只要一出太古踪 他就让四个随从出手拿人 任你再牛叉 又岂能助击强者的对手 林涵一游未尽 他还没有玩够 怎么就投降了 别急啊 咱们再切磋几下 他说道 你够了没有 那助击强者黑着脸道 他都看不下去了 第3588章赶走 腹黑 众人都是对林涵做着评语 你看人家都被你吓得自动弃拳了 你还不依不饶的 有这么损的人吗 刘建华退 退到了最后面 他直接转身就走 要离开太古踪 做太古踪的弟子 他哪有这样的兴趣 来这里参战也只是想要得到新罗兰果 现在既然已经无缘第一了 他还留下来干嘛 等等 他停了下来 若不留在太古踪的话 他怎么知道林涵什么时候会离开 这个人 他一定要干掉 所以 他的留在太古踪内 守着林涵 等林涵什么时候离开了 他也悄悄地跟上 再让四名蒲纵将林涵拿下 他要好好地审问一番 再折磨一番 最后才弄死林涵 敢戏弄他 知道他是谁吗 刘建华不走了 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静静地观战 战斗继续 刘华云 司马怀纷纷上场 皆是轻松夺取一胜 一星天才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他们可算是佼佼者了 林涵的目光明珠在一名黑衣年轻人的身上 他是柳军 太古真君的第三名弟子 能够被划林真君收为弟子 柳军的天赋当然不凡 绝对是一星天才 而且还是能够在一星天才中排在前面的 他一出场 连那名筑基强者都是十分客气 含笑面对 给足了面子 这家伙之前将架子摆得有多高 现在却是己经谄媚 凸显出了画林真君的强大 让一名仙徒强者都是对着凡人点头哈腰的 第一轮战斗结束 更强的天才当然脱颖而出 而一星天才中 没有挺进第二轮的便只有牛建华了 因为天色已矮 第二轮比试会在明天举行 众人便先散去 刘建华当起步 却被人阻下 让他等会 只是一会 并见一名灰袍老者出现 诡异的是 他的身体居然是半透明的 真我敬 刘建华脸色一变 刘家虽然有真我敬的老仆 但绝对不能因此否定真我敬的强大 而且 这里可不是百圣星 他真要被对方杀了 哪怕他家老祖宗驾龄 能不能让太古真君低头 交出凶手也是两说 所以 他还是恭敬一点的好 见过前辈 他拱手道 这名真我敬叫同月 他点点头 将姿态摆得很高 然后才道 你来自何方 刘建华微微犹豫 便决定说实话 晚辈来自百圣星 新龙教 家祖牛方 原来是牛真君的后人 同月我了一下 难怪这小子能够养兵 原来来自另一个星体 前辈任的家族 刘建华也有点小惊喜 是不是可以请对方出手 将灵涵给拿下呢 同月一笑 见是没有见过 但听说过牛真君的威名 这就没有什么交情了 刘建华在心中叹了口气 既然没有交情 人家凭什么卖他一个小小的寻觅尽面子 既然是牛真君的后人 太古宗也不敢收你为弟子 这就去吧 同月挥了挥手 靠 赶我走 刘建华待了一下 不是说好的 只要进了三十二强 就是太古宗的弟子吗 怎么这就赶他走了 可同月也有同月的想法 一名化灵真君的后人 待在自己的宗门内 万一出点事情呢 刘芳还能被太古真君挡下来 可若是牛方请动了新龙交的强者呢 教主级的大能将士 太古宗旗有被一掌全灭的份 现在他们还想低调 并不想引来教主级甚至尊者级的大能 以完成他们的图谋 所以 这个牛建华还是早点回去吧 免生之端 一名真我竟强者打定了主意 又岂是牛建华能够改变的 无奈之下 他只好离宗而去 少爷 四名助姬老仆纷纷约了出来 向着牛建华行礼 恭喜少爷获得宝果 变下更稳固的基础 大道可骑 有一名老者急着拍马屁 也不看看牛建华此时的脸色有多么黑 恭喜你妹 牛建华就是一脚踹了出去 少爷 其他三名老者都是震惊 这季马屁难道没有拍上 那名老者则不敢躲 不敢还手 任牛建华在那边踹 发泄之后 牛建华才将原因说了出来 什么 那个小王八蛋居然就是偷袭少爷 洗劫少爷的嘴子 这王八蛋居然还一路跟随我等 岂不是一直在暗中嘲笑 真是太可恶了 我早就说了 那小子信不过 第四名老者马后炮了一下 顿时又引起了牛建华的暴怒 将他打了一顿 有的人啊 便是踏上了先途那也是弱智 少爷 我们现在怎么办 牛建华沉吟了一下 我本打算在宗内监视残业 只要他离宗就将他拿下 可从现在来看 我们的分散开来 守着出山的几条道路了 少爷英明 四个老者又开始拍起了马屁来 残业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不说牛建华 一晚过去 林涵迎着朝阳修炼 然后吃过早饭 去了太一格钱的广场 因为昨天已经抽过签了 今天就不用了 直接开始比赛 很快就轮到了林涵 他直接穿上了战甲 站在了场中 对手是刘华云 这家伙很无奈 之前就没有干得过林涵 现在对方又穿上了一套战甲 看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那他不是更加打不过了 但是 不干趴林涵的话 他就不可能得到新罗兰果 他拼了 大吼一声中 浑身有黑色的毛发 他把指甲快速长了出来 覆盖了他的全身 瞬间就变成了一只大猩猩似的 咦 没想到这小子还有一丝 凶缘的血脉 纳柱机强者显得哑然 这次的比武大赛不但吸引了许多天才 更有一些怪才 刘华云双手一震 只见食指上的指甲纷纷弹了出来 足有一尺来长 好像是安上了十把尖刀 他抱好一声 冲了过来 对着林涵不断递挥爪 林涵没动 任对方攻击 然而 战甲的防御寻觅尽无解 至少锐气是无法刺破这层肩甲的 刘华云很快就醒悟过来 他改变了攻击方式 将双手凝成了拳头 对着战甲重重地打了过去 第3589章连胜 砰 拳头打在了战甲上 震荡力滚滚 这是战甲无法尽数化解的 仍是向着林涵传动而去 可对于修出各个境界真正极致的林涵来说 这种打击又算什么 林涵只是将蜜力微微运转 便将这震荡力划于无形 靠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无语了 这样后时的防御要怎么破解 不破了林涵的防御 那根本伤不到人 又何谈打败林涵呢 剩下的人都是皱起了眉来 他们想要获得第一的话 那都可能碰到林涵 那自己又要如何应对呢 他们绞尽脑汁 只觉穿上这身乌龟壳后 林涵的防御真是无解了 残业 可敢光明正大第一站 刘华云怒吼道 现在他全身都是毛茸茸的 根本就是一头大猩猩 林涵亚然 我按键伤你了吗 没 刘华云下意识地回答 我从背后偷袭你了吗 林涵又问 没 刘华云摇了摇头 不解林涵为什么这么问 我没有偷袭你 也没有用暗器伤你 怎么就不光明正大了 林涵三问 这个 刘华云顿时无语 是啊 好像林涵确实很光明正大的 你看 都站在那认他打呢 可是 总感觉哪里不对呢 他想了想 到 你把战甲脱去 我们公平一战 他终是想到 这才是关键点 不干 林涵果断地拒绝 咦 你不按常理出牌啊 不是应该豪气一发 说宫廷一战就宫廷一战 你的实力根本不弱于我好不好 何惧宫廷一战 刘华云呲牙 他真的很想扑上去将林涵咬死 你这样欺负人真的好吗 你连宫廷一战都是不敢吗 他继续激将 林涵就呵呵了 道 我平本是抢来的战甲 为什么要拖下来再跟你打 靠 好有道理啊 众人都是无语 这林涵不但防御如乌龟壳 这脸皮之后也是不遑多让 完全刺不动啊 刘华云没辙了 向着督战的助击强者看去 指望对方可以主持公道 打不打 不打就认输 那助击强者却是不耐烦地道 得 刘华云想了想 摇摇头道 我认输 打个屁啊 根本伤不了人好吧 林涵则道 承让承让 我现在养身养性 都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品格果然高尚 扑 刘华云顿时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 你还要不要脸了 这叫已的服人 服你妹啊 便是那助击强者也再次脸黑 他昨天就知道林涵很奇葩 但今天又把五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林涵嘿嘿一笑 那时你们还没有见过大黑狗 现在要是换成大黑狗站在这 光是那铁内裤就能闪下你们的眼睛好不好 这一场战斗不但让牛华云吐血 也让其他人头疼 都是在想 要是自己遇到林涵的话 又该怎么办 这么一想自然影响了接下来几场战斗的精彩程度 大失水准 因为只有八场战斗 仅仅到了中午时分就全部打完了 于是吃过饭之后 下午继续 太古宗内也有许多弟子跑过来观探 这些人大多是几古镜 明文镜 能够观摩寻觅镜的战斗 而且还是天才之间的较量 自然于他们的成长十分有益 林涵很快就上场 还是战甲在身 他的对手是司马怀 巧 真是巧 司马怀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要获得第一的话 难免要过了林涵这一关 但这么快就碰上了 他还是有些脸黑 因为他还没有想到该怎么破解林涵的防御 他慢慢走上了场 然后取出了一把斧头 这斧头通体漆黑 可锋刃却是闪动着红色的光芒 好像刚刚薄影了鲜血 让人看了遍会情不自禁地战斗一下 他大吼一声 抡着斧头就向着林涵斩了过去 这一击 他用足了全力 可就在这时 只见林涵轻轻向左边跨出了一步 顿时让他一斧子斩了个空 然后一拳向着他打了过去 靠 你耍无赖啊 司马怀都要哭了 之前你和刘华云打的时候 不是不躲不闪 只凭防御就让对方认输的吗 怎么到他这里 却居然还闪躲了 他根本没料到林涵会这么干 因此一斧头斩出去 完全把力量放在了攻击上 极限化了攻击 所以 他现在便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拳轰过来 砰 拳头打到 司马怀只觉五脏六飞 好像全部沸腾起来了 忍不住就趴到一边 呕吐不止 他勉强抬头 向着林涵看去 林涵向着他挤了一下眼睛 我的眼技不错吧 扑 司马怀顿时暴吐一口鲜血 足 不 只是晕死了过去 气得 场中 一片无语 林涵这一拳根本不算惊艳 完全是利用了司马怀完全没有防备的弱点 才会一级败敌 阴险 无耻 剩下的几人面面相许 难道要让这么一个无耻之徒踩着众人的脸登顶吗 纳筑机强者也无语之极 这比武大赛就是要挑选人才 虽然第一已经内定给了柳军 但事实上若是有人可以打败柳军的话 太古真君也只有高兴 这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徒弟 可这个人要是林涵的话 想必太古真君肯定也要呲牙的吧 三师兄 师父不是教导我们 自身的强大才是王道妈 可那个人穿了一套战甲 一拳就把对手打败了 四周观战的太古宗弟子中 一名年仅13-14岁的少年人满脸的猛然 向着边上一名年长鞋的师兄问道 这 那名师兄直接无语 简直毁三关啊 下午四战结束 便只剩下四个人明日还能再战 分别是林涵 柳军 孔瑞和马若 林涵的下一个对手是孔瑞 一个锐气十足的年轻人 实力相当不凡 一晚过去 林涵还是在修炼完毕 吃过早饭之后 来到了广场上 今天来观战的人更多了 早上两场打完之后 接下来就直接上决赛了 宗丽弟子当然要来拍拍 他们柳军师兄的马屁 林涵看了一下 太古宗果然在袒护柳军 因为柳军的战斗是第一场 而他的等柳军打完才开始第二战 关键是第二战结束之后 就会立刻开始决赛 这自然极不公平了 第3590张病号 赤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这个比武大赛是太古宗搞出来的 肯定会偏向柳军 这一点也不奇怪 林涵淡淡一笑 以为这就能阻止自己夺冠吗 来吧 第一场 柳军对马若 马若可以走到四强这个位置 实力当然不弱 与柳军激战不已 但显然柳军更强 不断地压制着对手 耗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终是将马若打败 柳师兄万岁 柳师兄无敌 先途之下 柳师兄可称第一人 沉默红天步 要是赶来参赛 肯定会被柳师兄轻易击败 众人都是替柳军摇旗呐喊 柳军带着高傲的笑容走了回去 取出丹药服食 以尽快恢复秘力 激战一个小时 对他的消耗还是挺大的 下一场 林涵对孔瑞 孔瑞是一个面目有些惨白的年轻人 好像生了什么重病 脸色奇差 他一边走一边还在咳嗽 待对上林涵时 他直接开口 你认输 我送你一套仙术 嗯 这是公然贿赂吗 督战的助击强者脸色铁青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孔瑞 居然敢当着他的面行贿 可问题是 他要是拍死了孔瑞 那林涵岂不是直接进入了决赛 一个养精蓄锐 一个确实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自然对柳军非常的不利 所以 他强行按下杀人的冲动 必须给柳军争取多一点的恢复时间 修得胡言 他开口道 开始比试吧 孔瑞叹了口气 说道 这年头 有人送上门的钱也不要吗 还敢说 众人都是差点晕倒 这个人也很不靠谱 林涵哈哈大笑 道 来站吧 李穿着个乌龟壳 怎么打 孔瑞说道 连连咳嗽 你看我 病样样的 能够跑来这里也不容易 不如把战甲脱了 就当是照顾一下我这个病号怎么样 众人一听 都是只觉此人也是非常无耻 李能够走到四强这一步 战力能普通吗 还病号 没见过这么能打的病号 林涵摇摇头 不怎么样 哎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同情心啊 孔瑞摇摇头 他的鼻子里突然流出了两道鲜血来 让他大惊 他妈的 又须得流鼻血了 众人都是惊讶 这家伙还真是病号 林涵却是神情一领 那鼻血可不是鲜红色的 而是乌黑如墨 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黑暗 咬 孔瑞杀了出来 双手合推 轰 掌手中顿时打出一道黑色的冲击波 化成了一条黑龙似的 向着林涵轰了过去 暗龙追 只听他大吼道 林涵眼前一花 好像真的看到一条黑龙张牙舞爪地向着自己袭来 浑身覆盖着难以言树的符号 如要蔑视 黑光打道 林涵盾绝战甲在被一股力量腐蚀 如果这战甲只是寻秘境级别 那估计现在已经有一层斑斑秀机了 可不巧的是 这可是一星法器 又岂是寻秘境能够破坏的 只见战甲自行发光 金光普照 在黑暗之中无比醒目 哼 黑暗冲击波打过 林涵依然傲力 孔瑞又开始咳嗽起来 变态 真是变态 我都拼命了 却连人家一根鸟毛都没有伤到 唉 伤心 不完了 林涵的脸色不由发黑 你说伤不了一根毛就是了 为什么要说鸟毛你 孔瑞还真是说不完就不完了 转身便走 果断之急 这暗龙追是他最大的杀招 可连攻击力最大的绝招都没能轰破林涵的战甲 那再战下去也是徒劳 那还不如赶紧认输 打架可是很耗体力的 而且还可能受伤 划不来 边上的助击强者恨不得掐死孔瑞 你呀还是武者吗 怎么连一点战斗觉悟都没有的 哦 打一招没干过就撤了 简直耸到家了 他向着柳军看去 对方哪怕服食了林涵 可顶多恢复了三分之一的力量 怎么办呢 要如何拖上些时间 开战吧 没想到柳军确实站了起来 主动请战 这 纳烛机强者有些犹豫 这柳军赢了还好 但万一输了呢 他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无妨 柳军已经走了出来 他摆了白手 显得轻松之极 此人也不过是仗着这副战甲 只要我能破支 一剑便能压制 他右手一阵 凭空多了一把剑 这剑奇薄 如同一张指示的 好像稍微用力一扬就会断掉 残业 没想到竟会是你站在我的对面 柳军淡淡说道 不过 不管是谁 在我面前都只有匍匐称臣的份 林涵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道 请继续你的表演 表表演 柳军顿觉自己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他这个话林真君的清传弟子 难道是小丑吗 在你面前表演 看来 你是非要吃些苦头了 他森然说道 将薄剑举了起来 顿时整支剑都是亮了起来 咦 仙气 林涵看了一眼 立刻就能断定 这是一把一心法器 用过战锤很多次了 他对一心法器并不陌生 在我的逍遥剑下 你便是穿着战甲又如何 柳军傲然说道 仙气对仙气 那林涵的优势就没有了 难怪柳军如此自信 原来他已经有了对付林涵的手段 刷 柳军出剑 一道剑气便斩了过来 奇快无比 林涵身臂去挡 扑 剑气斩在盔甲上 大部分的威能被抵消掉 但还是有一部分套了过来 只觉皮肤好像被撕开了 流出了血液来 嗯 林涵亚然 一心仙气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他又不是没有用过 绝不认为寻觅境可以将一心法器催发出这样的威能来 除非 林涵恍然 这件法器肯定是被太古真军动过手脚 才能释放出水准以上的威力 但也不能太强 否则这作弊做得也太明显了 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 堂堂话林真军 连一颗二星鲜果都是输不起 不过 战甲就只有防御后这一个优点吗 林涵杀了出去 金雕十八爪展开 整个人仿佛化身成了一头洪荒时期的凶情 向着柳军席而去 他一片金光璀璨 第3591章胜出 战甲有两个功能 第一便是提升防御力 而且是两个层面 第一 护甲本身就很难打破 所以力气难杀 第二 哪怕受到震荡冲击 战甲也能化去相当一部分的打击 另一方面 战甲本身还能提供力量 提升使用者的战力 林涵从高处扑下 有若一头金雕 加持了战甲之力后 他仿佛沸腾了血气 战力提升了一大截 展开你的龟壳 柳军傲然说道 扬动着逍遥剑向着林涵斩去 林涵身壁一格 刺 剑刃斩在了盔甲上 顿时有耀眼的火花闪动 而盔甲本身的纹路也在发光 仿佛要活过来似的 这样的碰撞不只是两名武者力量 技巧的比拼 还有两件法器本身的材料 刻下的震文的撞击 结果 谁也没有压过谁 柳军惊讶 法器压制不了对方的战甲 这点他可以接受 可在力量上他也没有占到上风 这怎么可能呢 你自我感觉太好了 林涵清喝一声 力量爆发 砰 他就把柳军给打飞了出去 刚才他可没有权力以赴 什么 众人都是张大了嘴巴 完全说不出话来 要知道柳军可是太古宗的大师兄 号称先徒之下最强 结果呢 在最直接的力量对抗中军 然被人打飞了 这 不敢相信 不不不 不是柳师兄不如对方 而是那人穿了战甲 可以得到战甲的力量加持 有人立刻解释道 怎么也不能折了柳军的名头 嗯 这就是原因 这战甲至少提升了那人十倍的力量 十倍 比可以再大胆一点 一百倍 必须的 否则怎么可能震飞柳师兄 众人议论纷纷 绝不相信有人可以强顾柳军 甚至与他比肩也不行 因此 他们把一切都是归到了战甲的强力上 柳军一个折身 稳稳地落在地上 他只是被先飞而已 又没有受伤 这件战甲的威力 还在我的预料之上 他淡淡说道 自然也把林涵的强大归结为战甲的原因 林涵根本懒得解释 冲过去就是一爪 金光耀眼 有符文成片 这是仙术 按理不应该被仙徒之下的人掌握 可林涵怪胎 在他这里许多武道尝试都是不适合用的 金光耀眼中 林涵强势出手 反正有战甲防护 他完全不惧仙气斩棘 柳军轻喝一声 与林涵对拼 一个可以超常发挥出仙气之威 另一个则是能够运用仙术 互有所长 差不多可以抵消掉 这时战甲的效果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可以为林涵提供更强的力量 几近无解的防御 还不够吗 柳军很快就落到了下风 他必须完全化解林涵的攻击才行 否则吃到一下攻击 他肯定会吃上大亏 可他斩到林涵一下 虽然也能对对方造成伤害 但效果要差得太多 这让他束手扶脚 空有一身实力却是无法发挥 啊啊啊 他怒吼 这样的战斗也太憋屈了 死 他抱喝一声 从天灵盖中飞出一道光 向着林涵打去 精神攻击 这何等之快 打出极致 立刻冲击林涵的世海 战甲虽强 但挡不住念力攻击 甚至没有一点效果 可说到念力 林涵怕着谁来 天天以养员葫芦温养 那可是连化灵真君都要眼红的宝物 不过 要不要表现得那么强大 林涵有意要隐藏身份 连天文玉也藏而不用 否则一时投杂过去 他就不信柳军挡得住 算 他立刻在心中摇头 只是谨守世海 不让柳军破坏 本身则是加强了攻击节奏 柳军见林涵在神士层面直手不攻 以为对方的念力没有自己强大 顿时让他感觉发现了突破口 手中的攻势完全停下 只守不攻 将注意力放到了进攻端 要以念力将林涵的事海轰溃 两人都是攻势猛急 只是一个是体现在视觉上 另一个却是看不见的 可林涵的攻击是有效的 给予了柳军时直信的压力 反过来 柳军的攻击麻 林涵只是为了不暴露身份 才只守不攻 却被柳军认为林涵不善念力 抓住这一点狂攻 若是他发现的话 不知道又是做何敢想 这结果自然是注定了 柳军不断地受伤 可他寄予厚望的反击 却是迟迟不见效果 别说轰破世海了 就是进入世海都市不可 一直在周边打着转 他这才意识到 若非对方的神是无比强大 就是对方还有一件密宝 可以守护神魂 我靠 你压的是什么鬼啊 手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法器 而且了 念力向的法器更加珍贵 原因很简单 少啊 这还怎么打 可要认输的话 那是绝对不行的 堂堂太古宗仙徒之下的大师兄 居然不跌而降 以后他还有脸坐在这个位置上吗 他只有咬牙死撑 携带着奇迹的发生 怎么大师兄还没有反击 有十三四岁的少年看不懂状况 在一边急着叫道 大师兄 快反击啊 边上的少年也跟着叫了起来 大师兄加油 更多的少年叫道 在这些年幼天真的少年眼中 柳军便是不败的战神 可现在他们的战神却被人压着打 让他们无比着急 可更多的人却是看到了柳军注定要失败的结局 皆是情绪低落 都是因为那件战甲 太不公平了 怎么可以使用仙气的 对 这不公平 他们纷纷叫道 却是选择性地失明 没有说柳军手里其实也握着一把仙气 可他们在吼在叫又有什么用 柳军绝招进出 却根本轰不破战甲这一关 最终只能隐恨落败 好 好 好 柳军咬牙 满脸的猙獰 他盯着林涵看了一阵猛地转头离去 蜡烛机强者叹了口气 事先他可不会料到 这最终胜出的人居然不是柳军 而是面前这个无比腹黑无耻的家伙 但他不得不宣布 这次比武大赛的冠军是残业 第3592张福果 林涵顺利得到了新罗兰果 拿到鲜果的时候 他松了一口气 他之前还担心太古宗不守信用 不给他鲜果 毕竟举办这场武道大赛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柳军造势 当然了 抓林涵和招收优秀人才也属于顺手而为 正是一时三鸟 他强行插了一脚 夺下了这颗宝果 对于太古宗来说不斥是一记耳光 自然会担心太古宗不守信用了 吃 他立刻在心中说道 只有吃进肚子里面 这才是最最保险的 林涵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但他立刻皱起了眉来 这玩意的味道还真是说不上美味 有一种难言的酸臭味 果肉也是沙沙的 一点也不滑嫩 他强忍着吐出来的冲动 将这颗果实完全咽下了肚中 我是不是吃了一颗假的鲜果 林涵不由想到 但一念未必 他立刻感觉体内升起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一股强大的力量滚滚而动 引动了生命层次的跃升 啪 啪 啪 一道道桎梏破开 可林涵分明没有一个新的翘穴打开 于此 他只能做看 无论他是以秘力去引导 还是坐下来休息 生命层次的变化都没有一丁点的加速或是减速 好像他成为了局外人 一 二 三 四 五 林涵在心中竖着 越来越多的桎梏打开 让他满心欢喜 这不是一次小境界的提升 等于让他多出了一个境界 虽然不如欺骗 膝鼓那么恐怖 但注意非常之大 如果他之前是死心天才 那现在可能达到了四点三星 甚至四点五星 就二十分钟都不到 鲜果的效果便消失了 林涵渣渣嘴 这味道虽然难吃之极 可他并不介意再吃一颗 真要可以的话 吃到撑也行 然而 这自然是痴心妄想了 而且就算真的有 鲜果无限量地供应 他能够进步的空间意识有限 因为就算是鲜果 也只是服用第一颗的时候 效果最大 以后就会不断地减半 几次之后的效果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除非 他可以得到层次更高的鲜果 哎 以后一定可以的 林涵在心中说道 当然了 若是他把仙徒之下的六镜 修到完美无缺 生命层次竟无可进 那自然不需要再服侍仙果了 哼 大门被踢开 只见一人大步走了进来 柳军 阴魂不散的家伙 刚才林涵正在经历 生命层次的越境 自然显化出了原来的面目 差点没能及时卫装 林涵看了过去 目光不善 交出新罗兰果 这本欲剑术送你 柳军丢出一本书界 啪 掉在了地上 林涵走过去把书捡了起来 这别人特意上门送东西 他自然没有不要的道理 见林涵收起了功法 柳军露出一抹冷笑 真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一本欲剑术就打发了 他哼了一声 道 新罗兰果呢 林涵一笑 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靠 被你吃了 李妹的 那你还敢把欲剑术收起来 于他而言 欲剑术虽然不算如何珍贵 可再怎么样 那也是一门秘术 是他花费了一些代价才得到的 哪有白白送人的道理 混蛋 你敢耍我 他低喝道 林涵则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 道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那新罗兰果难吃死了 又酸又臭 吃了肯定会吐 李这是得了便宜 还卖成啊 残业 你过分了 柳军森然说道 他在想 现在他若是突然发起攻击的话 能不能绝杀了这个家伙 呵呵 都是一家人 君儿不得无礼 一生长啸之中 只见一名男子从天降 林涵心中一格愣 这难道就是 他看了过去 这名男子面如冠玉 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 有一种无比的儒雅之戏 师父 柳军连忙抱拳行礼 然后道 此人如此戏耍弟子 弟子岂不过 柳军的师父 当然便是太古真君了 他微微一笑 道 你以为 输给残业是因为他有一件战甲 而你没有吗 柳军顿时不服气 道 当然 公平一战 他绝非我的对手 错了 错了 太古真君摇头 如果抛开仙气的因素 你确实可能与残业打成平手 那不解了 柳军瞪着林涵 太古宗也只有一株二星仙树 据太古真君说 每十年才能结出一颗星罗兰果来 十年之后 也许下一颗星罗兰果还是会归他 但在仙徒之下服用 和过了仙徒再服用 那效果可是不一样的 而且 就算一样 他这十年也要少了一次重要的生命层次越升 也许有些难关他就无法突破 也许有些劲敌他就无法战胜 关系太大了 他越想越是气愤 对着林涵怒目而逝 太古真君淡淡一笑 又道 所以 宫廷一战 你不是残业的对手 咦 这是什么绕口令吗 柳军亚然看向自己的师父 您都说了 抛开仙气的因素 自己与林涵实力相当 怎么又说宫廷一战自己不是对手呢 他都糊涂了 傻子 残业还只是开窍镜 太古真君终是道出了真相 他可是话临近 看出林涵的真实修为在自然不过了 柳军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什么 林涵居然还只是开窍镜 怎么可能 一个开窍镜如何能够与自己占个平手 世间不可能有这样的妖孽 可是 太古真君会看走眼吗 会欺骗他吗 他这才明白太古真君所说宫廷一战 他不是林涵对手的真正意思 要是将他的修为压制到开窍镜 他怎么可能是林涵的对手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而是天与地一般 他失魂落魄 这个打击真是太大了 让他无法接受 太古真君则是看向林涵 道 惨业 你可愿意拜本座为师 林涵心中念头飞转 抱拳道 自然愿意 哈哈哈哈 太古真君大笑 好好好 一个月后 本座为你开个拜师大会 召请天下 这个弟子的资质太好了 他一定要借此机会公告天下 一是闲板一下 二是告诉其他人 千万别对他打什么主意 柳君刚刚才回过魂来 听到这话 顿时又受到一万点暴击 只想吐血 第3593章灵权 正法 林涵这个弟子天赋太过妖孽 所以太古真君打算办一个隆重无比的收徒大会 昭告世人可不止是九龄真君才收了一个天才无比的红天布 这倒也省了林涵一些麻烦 因为要他现在向太古真君行拜师大礼的话 那也太别扭了 一个月的时间 林涵想到足够他把太古宗逛上几圈 找出宝库之类的存在 然后下手跑路 至于残业这个人吗 当然是从此之后便完全消失了 完美 虽然要当小偷 但林涵毫无心理压力 这个世界本就属于天海新人民的 太古真君他们都是外来者 就因为在囚龙中坐了两千年牢 便有资格占据名山大川 先要古迹了 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些人脱困了为什么不赶紧跑路呢 青龙皇朝将他们镇压于死 一直没人过来 肯定是他们认为 这的牢笼足以坚持很长的时间 这里一片赤瓶 当然不需要派人过来 喝西北风吗 但青龙皇朝不可能永远不派人过来 那当这个使者到达 发现这里的囚龙已开 天地环境恢复 那肯定会引发一场战争吧 青龙皇朝明面上就有几位教主级的大能 暗中更有一位尊者坐镇 怎么可能是化灵境匹敌的 所以说 太古真君他们不赶紧离去 而是在这里开宗门派 这让灵寒想不通 别说没办法离开 化灵境的牛方可以把牛建华送过来 那化灵真君本身难道还没有办法横渡心语吗 一定是有利可图 而且这个利非常之大 大到可以让他们冒险 灵寒难难说道 这不外是绝世功法 比如教主级的宝典 甚至是尊者级圣人级 要么就是绝世仙珠 都说天海星品质不高 所以才分封给了陈家 那是因为这里的仙珠都是从别的星体移植过来的 最高也不过四星级别 可两千多年前 这里却是走出了好几个教主级大能 这说明 也许这里有五星仙药 星体的品质可能超过评价 这些化灵真君留在这里 便是想要得到高级仙药 甚至这里会不会有母术的存在 灵寒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 一个星体只能有一珠仙药母术 但并非每个星体都能诞生母术 对星体本身有极高的要求 按理说 天海星是不可能诞生母术的 品质差得太多 可陈家仙祖 侯哥等人纷纷冲上了教主级 那就让这一切都存了变数 有一点是肯定的 两千多年前 星龙皇朝覆灭了陈家王朝 肯定大搜了天下 却并没有发现母术或是高阶点的仙药 这是因为时间未到 仙药才不显化吗 又或者完全没有如此复杂 化灵真君门在等某座古迹的开启 捞一票再走 灵寒头大了 他得到的资料太少 完全不足以拼奏出真相来 算了 不管这些化灵真君是不是要捞一票就走 我肯定是捞一票走人 灵寒开始在太古宗内转了起来 以他现在准宗主弟子的身份 去什么地方基本没有人敢阻挡他 但有三处地方例外 夜晚 他披上虚空兽皮 将这三个地方一一探索 一处是灵全 在这里天地之力无比浓郁 都是化成了物态 而以灵全辅助炼丹的话 那效果可以提升好几成 甚至翻倍 灵寒眼热 这灵全可是能够用来炼制仙丹的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迈进仙徒 没有资格炼制仙丹 但这一天并不会远 不过 这灵全还真是少 一个全眼不过平口大 里面就那么半葫芦左右的液体 老半天才会孕育出一滴来 灵寒并没有立刻动手 他的先把另外两个地方看一下 但第二处地方他就不好近了 有一名助击强者坐镇 可以轻易试破他的伪装 灵寒便只好先去第三个地方 虽然没有强者坐镇 但有阵法的光辉闪动 密密麻麻 根本无法接近 阵法之中 藏着一个宝库妈 灵寒尝试着破解 但这可是先图级别的阵法 那是他看上几眼就行的 他苦苦思索 然后以虚空兽皮所载的东西相比对 想要寻找出破阵之法 一晚过去 灵寒无奈撤回 不急 时间还有很多 清晨 他照常修炼 但大白天的他却是休息了起来 脑海中则全是那座阵法 他开启了铜树 看到了很多东西 晚上他再去 三天下来 他终是有了一点眉目 这个阵法并非太古真君佑 或是其他人布下的 而是原本就存在的 阵师是一个极其罕见的职业 天地大势无比的复杂 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便是穷尽一生的精力 也无法掌握一二 这里的人都是原本被镇压 在牢笼之中的 要是有阵师的话 那还关得住吗 所以 灵寒可不相信这个阵法 是现在布下的 而是早就存在的 只是以前没有开启罢了 这个世界经历了太多的变化 天地大势肯定发生了巨变 而阵法又是建立在对于天地知识的运用上 所以 现在这个阵法肯定会出现破绽 不再像以前那么完美 一定可以破的 又是四天后 灵寒虽然没能破开阵法 可他确实迎来了又一次的生命层次提升 他再次冲开了九个翘穴 修炼速度暴增 听说别人每次只能打开一个翘穴 可我却是九个九个一开 我果然有差 灵寒毫不谦虚地自语 在开九个翘穴之后 灵寒立刻意识到开翘穴的重要性 如果说 他在明文静吸纳天地之力的速度为10的话 那么打开九个翘穴之后 这个速度就变成了15 现在则是20 这么一比较 就可以看出翘穴数量对于修炼的影响 只打开36个翘穴便突破的 在修炼速度上要比第二阶第三阶差了多少 而且 这是永远的差距 还有瘾穴 所以差距会更大 灵寒更加坚定了要打开瘾穴的想法 这可不只是提升一点战力的事情 而是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 再去研究阵法 第3594章毁灭能量 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很快的 灵寒产生了急迫感 他一定要趁着拜师会开始之前打开阵法 离开太古宗 真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拜太古真君为师的话 那他会恶心无比的 哪怕他现在用的只是化身 所以 万一真的无法破开阵法 那他只好挖了灵犬跑路 距离一个月还有15天 10天7天 灵寒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他决定今天晚上试试 夜深时 他再次来到了阵法之前 他发动铜树再做了一次观察 点点头 这里原本没有破绽 但天地巨变 对阵法却是产生了一定的破坏 所以 没有破绽也有了破绽 他纵身一跃 落入了阵法 阵法的光辉扬动 但并没有向他发起攻击 灵寒露出笑容 他的判断正确 他也有些后怕 这万一失误的话 那引动阵法轰击 他就只能穿上战甲保命 能不能成还是个问题 再来 他身形纵喜 向前迈进 阵法还是没有发动 似乎并不存在一般 灵寒开启了铜树 寻找着天地之事突变的地方 这就是节点 也是阵法的破绽之处 一步又一步 花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终是走出了阵法 前方是一间屋子 不大 处于整个阵法的中心 灵寒轻轻一推 门便开了 当然了 都有这么厉害的阵法保护 还需要上锁 屋子里到处坠着夜明珠 让这个屋子在晚上也并不黑暗 柔和光线洒落 仿佛月光 宝物猎 除了这些明珠之外 这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只有正中间的地方 放着一只石桌 一只石凳 而石桌上还有一张纸 嗯 应该也是兽皮吧 与人一种厚实的感觉 难道又是一块虚空兽皮 不过也太小了吧 灵寒怀揣着希望 走到了石桌边 以屁股坐了下去 然后看向兽皮 他立刻露出了惊喜之色 这是一张灵图 沟通的是一种毁灭性的暗能量 灵寒看了一眼之后 灵魂好像被抽进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之中 到处是黑暗无比的能量 无论冲袭像什么 一切歼灭 嗡 他体内的微面齐齐震动 好像在共鸣 又好像是喜悦 让灵寒身体一震 灵魂立刻归位 他打了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怎么回事 他一看 不由害然 因为他当才不知不觉 间便以双手撑在了石桌上 可现在被他按着地方 却是生生少了两块 呈巴掌状 而他的手上则是多一层黑暗无比的能量 要知道 他根本没有动用秘力 只是这么一按 石桌就生生少了两块 这是何等恐怖的破坏力 灵寒情不自禁地又伸出手 在石桌上一按 手掌锁处 石桌的部分便立刻消失 好像从来都不存在一般 这是湮灭之力吗 灵寒一惊 他什么时候掌握了那张灵图 居然沟通了这毁灭 还是黑暗又或是湮灭能量 他心念一动 散去了手上的能量 再重新去看那张灵图 严格来说 他并没有完全掌握了这张灵图 只是学到了一些 能够引动一部分的毁灭能量 就叫毁灭能量吧 这玩意真是充满了毁灭性 灵寒继续看 他再次被拉进了那黑暗空间中 亦是与肉身脱离 直到体内未面其震 他才再次醒了起来 然后他对于毁灭能量的掌握 便又多了一分 古怪 好像掌握毁灭能量的不是他 而是体内的未面 灵寒抓头 这能够突破七遍七骨七纹 是因为他体内未面的生灵之力 可现在莫名掌握了这毁灭能量 又居然是体内未面的功劳 这能不让他觉得奇怪吗 要不是这些未面 这些生灵都是他自己孕育出来的 他都要怀疑是不是陷入了某个强大存在的布局之中 哪怕灵魂老是会断片 灵寒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继续去研究这张灵图 几次浑浑噩噩之后 灵寒亚然发现 这张灵图居然不全 可能只有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 他学是学到了 但并无法将毁灭能量催发到极致 灵寒想要把灵图收起来 却发现这玩意收不进空间法器里 难怪这份灵图摆在了这里 他点点头 正因为收不进空间法器中 太古真君又想研习 便只能布各阵法来保护 所以这里有珠有凳 就是供这位真君在这里研习之用 看这桌凳上都没有灰尘 显然太古真君一直都在研究这幅灵图 也就是说 他还没有掌握这毁灭能量 奇怪 我一下子就学会了 有什么难的 不对 我本身并没有去学 而是身体在学 自然而然就会了 就好像 我天生就应该会是的 靠 难道这灵图还和神石有什么关系不成 灵寒的头有些炸 一块神石能够孕育出一个无比复杂的原世界 这本来就是无比奇怪的事情 那么 这块兽皮 或者说这个毁灭能量与神石有关 必然也大有来头 不能留在这 灵寒将兽皮收了起来 塞进了怀里 然后离去 偷了如此重要的东西 在太古宗显然是带不下去了 这玩意一搜就能搜出来 那就走吧 灵寒又绕了一趟灵犬处 把灵犬取了个干净 收进了空间法器中 还想填满的话 估计没有几年时间是休想的 走人了 灵寒借着虚空兽皮悄然下山 然后恢复了本来面目 大摇大摆而行 秋 一道人影飞落 挡在了他在前面 特然是牛建华手下的一名老仆 不过 对方显然没有将灵寒认出来 老伯 有何贵干 灵寒微笑着问道 去吧 老者只是在灵寒的身上扫了一圈 便挥挥手 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不 灵寒点点头 大步而去 等等 老者又追了上来 对着灵寒多看了两眼 眉头皱起 你的背影有点眼熟 灵寒不动声色 道 老伯见过我 没有 老者再次摇头 觉得自己是多疑了 再次挥了挥手 去吧 第3595章天降 小萝莉 刘建华还真是小心眼 居然在太古宗的门口堵自己 就不怕激怒了太古宗 出洞强者将你们灭了吗 灵寒回头看看 这里已经出了太古宗 而那四名老者也没有怎么样 因此才没有引出什么麻烦来 老帮子们 带自己迈进仙徒之后 看谁吊打谁 灵寒觉得不保险 在远远地离开之后 取出虚空兽皮披在身上 然后离开了大道 才刚刚进入了丛林之中 羞羞羞 只见五道身形破空而至 刘建华和他的四个老仆 等等 12345 五个仙徒强者 灵寒亚然 刘建华居然注击了 想想也是 他错过了朴苗峰 又没有得到新罗兰果 还不突破仙徒干嘛里 汪全 本少说过多少次了 宁可错杀 也不放过 只听牛建华森然说道 既然你觉得那人的背影 很像那个恶贼 你便应该将他留下 难道你不知道 有易容之术可以改变人的形貌吗 汪全便是之前拦下灵寒的老者 他现在只有如如硬式的份 谁让他放走了灵寒呢 幸好现在也只是怀疑 要是确定被他放好的正式残业 估计牛建华生生多了他的心都有 那只是个凡人 跑不远的 给我找 牛建华又说道 赤 少爷 四名老者都是飞奔而出 奶奶的 不就是敲了你一板砖 至于如何记恨吗 林涵暗叫可惜 如果牛建华还是寻逆境的话 这时他就可以演过去再给对方一板砖 但仙徒 呵呵 估计林涵接近到实障范围时 对方便能识破 那就成自己送上门了 这个仇 记下了 林涵转身 悄然离去 劈了虚空兽皮之后 林涵的速度当然不快 一个晚上也就行出了几百里 待天亮之后 他先修炼 然后继续以虚空兽皮裹身而行 太古真君应该很快就会发现灵徒失窃 而残业又失踪了 肯定会派出高手前来追捕他 虽然他已经改变了形貌 但还是小心一些的好 毕竟他的本来面目肯定也在太古宗的通气榜上 他向着帝都进发 但因为裹着虚空兽皮 速度快不了 但这没有关系 只要再离开一些 确认安全 他就可以全力赶路了 白天过去 晚上林涵没有再赶路 而是裹着虚空兽皮打算睡上一觉 待修炼完毕之后 他就全力赶路 啾 一道流星在林涵的头顶铜线 不会这么巧 又砸我头上吧 林涵在心中吐槽道 然而 他很快就露出了震惊之色 因为这颗流星还真是向着他直杂而来 里妹的 林涵连忙展开咫尺天涯 哼哼哼 这可是森林 到处都是树 林涵瞬间爆发出了恐怖的高速 一路不知道撞断了多少树 这才停了下来 但看看距离 他也只是离开了十来里 幸好 这一路都是树 以林涵现在的体魄之强横 这样的撞击还能承受 咦 林涵露出亚然之色 流星明明已经坠地 却为什么并没有任何的动静 被狗吃了 他好奇 连忙往回改 十来里路自然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回到原地附近 林涵跃上一株大树 俯瞰下去 不由张大了嘴巴 那并非什么流星 而是一骚飞缩 通体成银色 完美的流线性充满了无上的美感 他这是什么体质 怎么天上落下来的东西 不管是陨石还是飞缩 都喜欢往他身上砸呢 林涵反省 难道是因为他屡屡打破天地极限 才会被天地记恨 想用这种方式抹去他吗 就在这时 飞缩的舱门打开 跳出一个人来 然后 这人就没了 不是突然人间蒸发了 而是这个人太小 被飞缩挡住看不见了 咻 飞缩不见了 这才是人间蒸发了 好像从来都不存在似的 而在原地 则是多了一个看上去 只有六七岁的银法小罗莉 脸蛋而精致无比 一双眼睛大大的 充满了天真和狡狭 奇怪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特质 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一压压 这个世界的天地灵气怎么恢复了 小罗莉满脸的奇怪之色 爷爷不是说 这至少还要一千年吗 本魔王特意选择了自己 要成立一个大大的王国 再在王宫里散满了帅哥 天天给本魔王为点心 这个小小的愿望要不能实现了 难道本魔王非错地方了 这里不是天海星 还是爷爷一直在骗我 嗯 这个老头子总是骗小孩 靠不住 银法小罗莉咬着一根手指 似乎是在思考 过了一会 他一拍双手 先找个人来问问 他取出一只千里眼 拿起来一张一望 很快 千里眼便对上了灵涵 不是吧 这都可以看到 土著 银法小罗莉冲着灵涵叫道 还真是被发现了 灵涵一边从树上跃下来 一边则是想到 这千里眼是什么宝物 居然可以看破虚空兽皮的卫装 咦 原来是个帅锅 银法小罗莉眼睛一亮 帅锅 想不想吃奶糖 他果然掏出了一颗糖来 在那一晃一晃的 灵涵不由就囧了 你是想用糖来泡自己吗 他第一时间就意识到 这个小罗莉是个问题儿童 好啊 他笑道 银法小罗莉确实将手缩了回去 那你可不能白吃 以后要背着我走 喂着我吃 轰着我睡 则 条件还真是多 灵涵哈哈一笑 一块糖就想把我收买了 不行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银法小罗莉急了 道 我这个糖可好吃了 试用晶云牛乳为原料 再加入横林之泉 天物莲果 融合108种辅料 灵涵亚然 晶云牛成年后 可是真我尽的存在 能够挤他的奶 小罗莉的是什么豪门中出来的 若 给你一块肉 换不换 他从空间法器中取出一块肉斧 呵呵 银法小罗莉皮笑肉不笑 还翻了他一个白眼 靠 你真只有六七岁吗 灵涵贪了贪手 不换就算了 再见 第3596章问题儿童 别走 别走啊 银法小罗莉追了上来 帅锅锅 你叫啥呀 灵涵了了 这小丫头也太早熟了 而且也太不怕生了 你就不想一下我可能把你拐卖了吗 这么精致 漂亮的小姑娘 差点就能和虎妞小时候比比了 我叫灵涵 他笑道你呢 我是大魔王 银法小罗莉挺了挺胸 灵涵呵呵 没有说话 看你这么想知道 人家就好心告诉你吧 银法小罗莉哼哼 我叫唐云儿 不过家里人都叫我小奶糖 灵涵不由笑 小奶糖 嗯 还真是一个挺贴切的称呼 小奶糖 你怎么一个人跑了出来 他问道 唐云儿立刻露出房贼的表情 退后一步 道你是不是想要拐卖我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很厉害的 你会倒霉的 然后 他把弟大哭起来 妈妈 我要妈妈 外面的人好可怕 要拐卖可爱 漂亮乖巧 孝顺 他想了想 又搬着纸头树 聪明勇敢的小奶糖 灵涵不由脸黑 这是哪根哪啊 没有人拐卖你 放心吧 他叹了口气 有点头大了 你真的不会拐卖小奶糖 引发小萝莉歪着脑袋看灵涵 不会 灵涵摇摇头 然后嘀咕道 也得卖得掉才行 哇 唐云儿又哭了起来 伸手指着灵涵道 你果然还是要把我卖了 呜呜呜呜 我好可怜啊 他把奶糖剥开 一边吃了起来 嚼着嚼着 他就不哭了 反正也没有眼泪 那你要找个好点的人家 天天兜得有糖吃 灵涵的脸更黑了 说了不卖 不卖 唐云儿摊了摊手 真是没劲 这就不完了 人家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咔嚓咔嚓 他嚼着奶糖 一副很血液的模样 灵涵可以肯定 这个小萝莉绝对不是天海星的 而是来自其他星体 只是他的来头应该更大 所以是乘着飞速而来 你是离家出走的吧 他问道 小萝莉大惊失色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不是偷偷跟踪我 早就想要绑架我了 他无比自恋 没办法 谁让我这么可爱 漂亮 乖巧 孝顺 呃 他又忘词了 聪明 勇敢 灵涵替他说道 嗯嗯嗯 小奶糖就是这么优秀 小萝莲 小萝莉用力点头 你这方向好像搞错了吧 刚才说的不是拐卖的事情吗 差不多也该回去了 家里人会担心的 林涵说道 虽然牛建华一来就被他敲了闷棍 洗劫了一空 那是因为对方活该 可对上这么一个离家出走的小萝莉 林涵自然是不忍心下手的 唐云儿用力摇着脑袋 漂亮的银法飞舞 仿佛精灵 我才不要脸 妈妈骂我 爸爸也不帮我 爷爷又不在 我要离家出走 急死他们 骂两句就离家出走 你平时的事多么受宠啊 林涵摇摇头 你妈妈怎么骂你了 我没有把饭吃完 妈妈就骂我 爸爸更坏 不帮我 小萝莉气鼓鼓地道 林涵不由流出了冷 本汉来 这是个小祖宗啊 赶紧的 继续用那飞缩回去 他说道 不行 能量用完了 小萝莉摇头 然后抓着林涵的一脚 大叔 就让我当己天你的女儿吧 我这么可爱 漂亮乖巧 孝顺 停停停 林涵连忙摆手 我可养不起你 小萝莉的灵嘴都是 晶云牛乳做的 杀了他也负担不起 临时我准备了好多好多 唐云儿显得洋洋得意 既然离家出走 怎么可以没有准备呢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可为什么你没有多带一些能量块之类的东西 飞缩跑了半程就没用了 你的空间法器都装灵石了 林涵呲牙 不装灵石装什么 小萝莉反问 一脸的理直气壮 好吧 你赢了 林涵叹了口气 道 行了 这几天你先跟着我 等飞缩可以重新用了 给我立刻回家去 小萝莉虽然脑回路比较清奇 但显然不是笨蛋 这时候可没想违逆了林涵 他心中暗暗的意 飞缩什么时候能跑 不是由他说了算吗 他的伟大理想可是建立了一个王国 然后再找许多的帅哥 排着队喂他吃东西 不好 林涵突然色变 他感应到一股不 几股强大的气息正在接近 他刚想披上虚空瘦皮 但已经晚了 羞羞羞 只见五道人隐以示出现 刘建华和他的四名老仆 真是阴魂不散啊 怎么又追来了 林涵知道 这肯定是小萝莉 驾着飞缩下来的动静引来的 可这几人居然就在附近 仍是让他吃了一惊 少爷 就是他 汪泉立刻指着林涵叫道 他真是恨极了林涵 害得自己被刘建华百般入骂 都要怀疑人生了 刘建华则是看着林涵 他有些奇怪 自己一行被流星所吸引 没想到这么巧地碰到了林涵 不过 如果林涵就是残业 那么 这家伙出现于此就不奇怪了 之前自己降世 这家伙不也是第一时间来敲了闷棍吗 哼哼 真若是你的话 你会后悔来过这个世界的 刘建华又看了小萝莉一眼 不由一争 怎么会有如此漂亮的小姑娘 理论上铸鸡镜便有资格横渡星宇 但以铸鸡镜的速度 从一颗星体出发 只飞到寿源干涸 也不可能抵达任意一颗适合修炼的星体 哪怕是他 被划林真君失了手段 那也是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来到这里的 这小萝莉绝对是真萝莉 并非常不到的老妖怪 所以 他的背后肯定也站着一位划林真君 为什么不是小成静的大能 因为天海星的层次很低啊 教主级的大能又怎么看得上 不对 教主级大能虽然看不上 但让他们的后代来历练历练 确实一点问题也没有 刘建华也不能肯定了 这个小萝莉的背景到底有多么强大 他决定把这先放一放 而是弄明白林涵的真实身份 李教林涵 他向林涵问道 第三千五百九十七张恶上了 林涵镇定自若 点点头 道 我是 有何指教 你很像一个人 刘建华三然说道 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人 居然还有人像我 林涵亚然说道 噗 小萝莉立刻笑崩了 没见过这么臭不要脸的人 刘建华则是脸皮微微抽搐一下 为什么这人一说话 他就有一种被激怒的感觉呢 从这点来说 他和那个残业还真是像了 宁可错杀 也不放过 达人 他下令道 赤 少爷 四名老者都是轻蔑地看着林涵 对付一个小小的开窍镜 他们哪一个出手都是十拿九稳的 所以他们都是慢慢逼近 一点也不着急 而是给予林涵巨大的压力 林涵心中念头飞转 他是以咫尺天涵开跑吗 但先不说咫尺天涵会不会被仙徒强者拦下来 就算不会 让他成功逃出去 再去虚空受皮裹身 那这个小萝莉怎么办 会不会成为出气筒 你们想要绑架可爱 漂亮 乖巧 孝顺 嗯 还有聪明 勇敢的小堂堂 小萝莉站斗着说道 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 可林涵看他的眼神却又哪里有半点害怕 而是充满了兴奋 作为一个专注于坑人的专家来说 林涵可以百分百地肯定 这小萝莉是要搞事情啊 坏蛋出现 召唤神龙 变身 小萝莉一边叫一边跳 还摆了一个很让人羞耻的姿势 但不可思议的是 一片荧光从他的身上涌出 确切地说 是一颗扣子 然后将它包围 待荧光散去时 只见小萝莉已经包裹在了一套银色的战甲之中 看到这 牛建华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他被洗劫的第二副战甲 但他立刻否定 这套战甲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也是银色 但上面绘制着十分夸张却幼稚的图案 打死他也不会穿在身上 臭不要脸的绑匪 我要成立一个大大的王国 做各大魔王 你们就做我的奴仆吧 小萝莉兴奋无比 杀了出去 在战甲的说明之下 他的速度快得惊人 砰地一下 就将一名老者撞飞 厉害 这是吉道之力 小爷小心 剩下三名老者纷纷叫道 被撞飞的老者也爬了起来 嘴角边有血 他是驻天机 被吉道之力撞上一下 自然是足够他喝上一壶的 难受无比 牛建华领然 一是小萝莉现在的战力即是惊人 二则是小萝莉明明还没有踏上仙徒 可在一副战甲的帮助下 却是拥有了吉道之力 这说明了什么 这件战甲的品质高的惊人 远远超出他那两件 他有些信仰 若是他可以得到的话 又能将战力提升到何等地步 注顶吗 可随便就能拿出这种战甲的人 其背后的势力又会何等强大 而且人家一个小姑娘能单独跑出来吗 家里的大人肯定就在附近 强夺的话 那惹出背后的大的就要倒霉了 他又怎么可能想到 这小萝莉居然是离家出走的问题儿童 走 他轻喝一声 帅先离去 他也只是怀疑林涵就是残业 要为了这个怀疑就得罪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势力 这种事情自然不是他这么聪明的人会干的 哈哈哈哈 知道本魔王的厉害了吧 小萝莉一蹦一跳的 显得兴奋无比 林涵无语 牛建华也算是流年不利了 居然撞上这么一个不靠谱却又强大无比的小萝莉 啪 小萝莉身上有荧光闪动 那战甲如同水一样居然流动起来 然后化成了一只飞梭 咦 变化错形状了 小萝莉喃喃说道 然后飞梭再变 咻 就突然消失了 林涵看着小萝莉 没有说话 是不是被本魔王的武力吓到了 唐云儿的意洋洋地道 林涵喊了一声 道 刚才是谁说的 飞梭的能量已经用完了 之前的战甲分明就是飞梭的一种形态 哪里用完了能量 小萝莉一吐舌头 糟糕 露馅了 他露出讨好的笑容 帅锅锅 你在说什么 人家听不懂了 赶紧回去 林涵善善手 这个问题儿童还是赶紧回去的好 真要因为他而惹出教主级甚至尊者级的大能来 那乐子就大了 不悔 小萝莉赌气 嘟着个小嘴 林涵再说 他也不踩林涵 真是个小孩子 林涵拍拍屁股 既然你不听话 我也懒得管你 他迈步就走 没走几步 林涵回头 只见小萝莉正跟在他的身后 见他看了过来 他连忙将脑袋撇开 一副我根本不想搭理你的模样 林涵在走 小萝莉还是紧紧地跟着 为什么要跟着我 林涵停下脚不问 唐云儿倒是不赌气了 道 因为帅锅锅你是好人 被一个六七岁的小萝莉发好人卡 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林涵摇摇头 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 告诉你 我可是大坏人 什么杀人放火 贩卖小孩的事情都干 这回小萝莉却是一点也不怕 只是嘻嘻地笑 听起来好好玩的样子 我们什么时候去杀人放火 杀人会有血泪 人家怕怕 放火可好玩了 人家经常玩 就是每次完了之后 都被妈妈打屁股 林涵已长家额 这不是普通的问题儿童 而是超级问题儿童 他造什么孽了 居然撞上了这么一个小祖宗 唉 他叹了口气 唉 小萝莉也学着叹气 看来自己被讹上了 好吧 我暂且照顾你几天 但你必须尽快与家里取得联系 让他们来接你 林涵说道 现在他也不放心让小萝莉一个人走 因为谁知道他又会飞去哪里 好吧 既然你非要照顾人家 人家就勉为其难 让你照顾两天好了 小萝莉一副很无奈的模样 你可不要得了便宜还卖成 林涵只觉牙疼 嘿嘿 唐云儿露出讨好的笑容 走了一阵 小萝莉就说腿酸药林涵抱 再行一阵 他又肚子饿了 正是捡了一个小祖宗回来 林涵暗暗后悔 之前为啥要这么好奇 非要去看流星里头是什么呢 帅锅 快看流星 小萝莉突然叫道 第3598章底帝都 靠 自己的某个未知光环又开始发挥作用了 林涵抬头看天 却发现这真的只是一颗流星 而并非又有天外来客 让他松了口气 自己的运气终是没有那么差 两天后 林涵回到了帝都 头都大了几圈 唐云儿真是一个问题儿童 而且问题超级大 一路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麻烦来 而引发小萝莉也显得很不开心 一路上他兴致勃勃地想要放火打劫 都是被林涵拦了下来 让他太不爽了 他可是来当大魔王的 林涵觉得 有必要开导一下这个小萝莉 这帝都人那么多 万一这小萝莉争完的兴起 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破坏 关键是 人家背后即可能站着一位教主级的大能 惹出来会有巨大的麻烦 小奶糖 你为什么想要当大魔王 林涵问 因为外公是老魔王 所以我要当大魔王 小萝莉说道 一边张头四望 看到街边正有人卖糖葫芦的时候 他不由流出了口水来 对于甜甜的东西 他向来没有什么抵抗力 不 这个癥结原来出在小萝莉的外公身上 你外公都干了什么事情 才被称为魔王的 林涵又问 小萝莉嘻嘻一笑 外公自好天魔 专门和那些自诩正道的人为敌 他年轻时抓了很多圣女 把他们给睡了 现在都成我的一外婆了 林涵不由流出冷汗来 这小孩果然早熟 而他的外公居然把各大娇的圣女 都是睡成了媳妇 却还是活得好端端的 这的是多么强大的实力 外公只有我妈妈一个女儿 我妈妈就太不好了 从小就偷偷地离家出走 拜进了爸爸所在的宗门 两人郎情窃异 干柴烈火 就肩肤饮腹地好上了 小萝莉自顾自地摘下了几串糖葫芦 林涵再次流起冷汗来 这小萝莉很喜欢用成语 但完全就是在乱用 有这么形容自己父母的妈 而且 这小萝莉离家出走的毛病 居然是遗传的 等等 你娘是几岁才离家出走的 十五十六岁吧 小萝莉咬着糖葫芦 一边竖着手指 让林涵想到了 数数白吃的二娃 林涵松了口气 那就比较正常了 不像这小萝莉 完全就是在赌气麻 她付过了钱 让小萝莉很是不开心 人家可是魔王力 吃东西怎么可以给钱 林涵哈哈大笑 别急 帝都有的是顽固紫壁 有空了我带你去一个 各打各变 好啊好啊 小萝莉把糖葫芦含在嘴里 拍起了手来 小魔王抵达 就问你们怕不怕 林涵带着小萝莉 来到了外务府 小萝莉一手抓着林涵的衣角 显得有些畏惧 靠 这是半猪吃虎啊 林涵开始后悔了 将这个小萝莉带回帝都 即可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咦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圈圆定国刚好走出来 她口无遮拦 在外面跑了一趟 就多了一个私生女啦 人家可不是漂亮的小姑娘 小萝莉连忙纠正 人家是漂亮 可爱乖巧 小孙顺 嗯聪明 勇敢的小奶糖 萱原定国顿时瞠目 过了一会才道 林涵 这丫头不会是什么老妖怪变的吧 李才是老妖怪 人家哪里老了 小萝莉大不满 她用手指着萱原定国 大声叫道 超级雷光炮 一级准备 二级准备 发射 砰 她手掌心顿时有一道光柱涌了出去 速度快得惊人 瞬间就打到了轩原定国身上 李妹 轩原定国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是发出一声惨叫 便被光柱给打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到了墙壁上 卡卡卡 墙上立刻献出一道道军裂 还好没有倒塌 小萝莉嘻嘻一笑 又变得人畜无害 乖巧地吃起了糖葫芦来 林涵没有阻止 这什么炮的威力 也就是寻觅境级别 还不足以轰杀了轩原定国 让这个家伙吃点苦头也好 以后就不敢招惹这个小萝莉了 阿爹 一连串的叫喊声中 七个奶娃跑了出来 这么久过去 他们的个头却是完全没有什么变化 一二三四五六 小萝莉竖着 不由张大了嘴巴 连糖葫芦都忘了去吃 太厉害了吧 一下子生了这么多 林涵 人家小看你了 最终 她仰头对着林涵说道 小看我什么 林涵看了眼小萝莉 果断地没有追问 直接告诉她这准不是什么好事 碧霄公主也翩翩而出 见到林涵安然无恙时 她松了口气 目光在看到小萝莉的时候 她的美目不由一亮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真是前所未见 粉雕欲卓如精灵 是不是在嫉妒小奶糖比你漂亮啊 小萝莉嘻嘻一笑 丑八怪 你只能想想而已 碧霄公主顿时脸黑 这个小姑娘漂亮是漂亮 咳嘴也太损了吧 不能没有礼貌 叫姐姐 林涵呵斥道 唐云尔扁了扁嘴 显得很不情愿 却还是道 丑姐姐 得 你还不如不叫呢 这孩子你打哪捡来的 碧霄公主问道 她也是满满的好奇 林涵不是去参加比武大赛的吗 怎么带了一个孩子回来 我说是天上掉下来 被我捡到的 你信不信 林涵笑道 碧霄公主只是呵呵 还翻了林涵一个白眼 好吧 我知道你是不信的 唐云尔确实对七个奶娃产生了兴趣 她与七个奶娃叽叽喳喳 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却好像已经混成了好朋友 林涵呲牙 七个葫芦娃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再加上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小萝莉 这破坏力可是成顿地提升啊 可这些小丫头又关不住 只能多看着点了 这些天 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林涵向碧霄公主问道 有 碧霄公主点头 现在各大势力都在扩张地盘 形成了以九零真君等四大化临近为首的超级势力 剩下的宗门则纷纷归附 差不多将这个天下给瓜分完毕了 据探子报 这些势力一直在派出人手搜索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第三千五百九十九章五行造化单 林涵心中一格愣 果然如此 太古真君脱离了牢笼 却居然在这里开宗立派 这本来就非常的不合理 只有一个解释 他们想在这里得到什么 可能是功法 可能是仙珠 可能是法器 但能够肯定的是 无论这件东西是什么 必然无比的珍贵 值得他们冒这样的血 天知道青龙皇朝会不会心血来潮 派人过来查看一下 耳精之势 我们外务府看来也没什么能干的了 林涵皱眉 现在的小势力都是投靠了中等势力 中等势力则是投靠了大势力 虽然不如国家那样的大一统 可在驱动这些小势力 就是和化临近的势力公然对抗 这是不治的 没有想到 囚龙之中居然有化灵真君 否则以陛下之能 一手即可镇压 碧霄公主也感慨到 放出眼线 监听天下 那几个化灵真君在这里留恋不去 肯定所图不小 林涵说道 好 碧霄公主点头 林涵看着天空 夕阳如血一般的艳红 好像在预示着一场可怕的杀戮即将进行 她甚至想到 陈锋炎冒险成立选北国 是不是也在寻找那件宝物呢 否则的话 她作为陈家余孽 肯定更遭青龙皇朝忌惮 除之而后快 这一晚过去 林涵刚刚修炼结束 就收到了帝都昨天晚上无起离奇失火的报告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小罗莉和七个奶娃 将这些小家伙都是叫了过来 都不用她问 小罗莉便已经兴奋地将她带着七个奶娃放火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小丫头 你真是被惯坏了 林涵伸手 一把就将唐云儿抓住 反按在腿上 要抽她的屁股 小罗莉的真实修为不过名文静 如何能够是林涵的对手 健壮不由地乱瞪双腿 臭帅锅 你要敢打我小屁屁的话 我就用雷光炮轰死你 比试试 林涵板着脸 一巴掌一巴掌地抽 啊 小罗莉惨叫 可虽然疼得眼泪都是流了出来 却居然没有动用那可化飞缩又是战甲的宝物 林涵停下手 没好气地道 别叫了 就第一下用了力 小罗莉满脸都是眼泪 目瞪着林涵 你是坏人 嘻嘻 奶娃们则失笑 见林涵的目光扫了过来 连忙齐齐收起了笑容 向着小罗莉指去 啊爹 不关我们的事情 全是他带着我们干的 小罗莉顿时张口结舌 自己就这么被卖了 哇呀呀 你们这些没意气的家伙 林涵揉了揉小罗莉的脑袋 我之前是怎么吩咐你的 遇到坏人 你想怎么教训都行 但这种没有原则的放火捣乱 只会让你变得讨厌 呜呜呜呜 人家以后不敢了 小罗莉趴在林涵的身上 还装 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林涵摇了摇头 小罗莉抬起头 眼泪是有的 不过是之前就流下来的 他嘟着嘴 坏人 人家不想理你了 林涵好奇 道 你怎么不穿上那套战甲 我肯定打不过你 人家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小罗莉玩着手指 十分委屈地道 可你还是打人家 呜呜呜 屁股好疼 嗯 这小姑娘还不是完全的没有要救 林涵笑了笑 看你这么乖的份上 带你去吃烧烤 好啊 小罗莉拍起手来 笑得一脸灿烂 可眼泪还没有干 这模样就分外的好笑了 阿爹 我们也要吃 奶娃们纷纷叫道 好 都去吃 林涵还把碧肖公主拉上 不然的话 他一个人对付八个问题儿童真的有点吃力 两个大人带着七个奶娃一个小罗莉出门 在烧烤店坐下后 店里的人默不平平看了过来 这是一个大美人啊 那个小罗莉也美得冒泡啊 六个小娃子更是可爱无比 则 这一家人可真是会生 尤其是六个奶娃 肯定是一包所生 这个大美人的肚子是怎么装下来的 碧肖公主魂不知道自己已经升格成了母亲级别 而且还是能够一口气怀上六个的超级妈妈 否则的话 她绝对会抱走的 帅锅锅 看你一心一意为小奶糖着想的份上 人家就指点指点你吧 小罗莉一边巴着肉串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这让林涵想到了虎妞 这丫头的本事就大了 能够一边吃一边说 好不影响 与他们相见也近了 林涵的心跳加速了一下 然后才道 哦 小奶糖老师打算怎么指点我 他也就随口一说 小罗莉横横 道 人家用宝光眼看过 你打破了差不多七成的束缚 而你现在才刚入开窍镜 显然是想要冲破体内全部的枷锁吧 林涵惊讶 这小罗莉居然能把自己看得这么通透 然后呢 他问道 这次表情就严肃多了 你是很厉害啊 但是照你这么修炼下去 到寻觅境尽头的话 最多也只是打碎九成的桎 不可能达到十成的 小罗莉说道 你有什么办法让我达到十成 林涵顿感兴趣 当然 小罗莉傲然说道 说说看 林涵道 小罗莉确实拿起了架子来 人家渴了 林涵倒了一杯茶地过来 喝吧 人家吃得有点热 小罗莉又道 林涵拿出扇子给他扇了起来 人家的屁股疼 小罗莉嘟起了嘴 你差不多也见好就收吧 林涵笑道 透着一种危险的信号 小罗莉果然不再拿架子 而是道 你现在需要一颗五行造化丹 这可以帮你冲开许多人体枷锁 再加上你的努力 达到空灵纯净之身 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碧霄公主在一边听得眼红 插口道 那我能不能吃 人家先帮你看一下 小罗莉取出那只千里眼 描上了碧霄公主 还不断地将千里眼移来挪去 一副观察入围的模样 怎么样 你看到了什么 碧霄公主问道 这小罗莉又拿捏了起来 不再说话 红色的内衣 小罗莉将千里眼放了下来 碧霄公主瞬间翘脸通红 这什么小孩啊 第3600章前往月华星 看到碧霄公主的预警 都是一片通红石 林涵就知道小罗莉肯定是说中了 这位妖族公主现在穿的是红色内衣 嘖嘖嘖 看不出来啊 这妖族公主外表清纯 内心中自然还有很狂野的一面 你有什么意见吗 碧霄公主看了过来 冷冷说道 可 林涵连忙错开话题 免得被杀人灭口 向着小罗莉道 那什么五行造化丹又该怎么弄 简单 踩五行晶圆 然后炼丹呀 小罗莉摊了摊手 就这么简单 林涵可不相信 又问 那五行晶圆又怎么踩 去五行之力最是浓郁之地 好多星体都有的 小罗莉漫不在乎地道 他顿了一下 好像在思考什么 才到 距离这里最近 又符合条件的 就是月华星了 月华星 林涵顿时一格愣 月华星 就是青龙皇朝所在的星体 也是一颗大星 能够孕育出四级晶的尊者 那里五行之力浓郁 可以形成五行晶圆 这倒是不出林涵的意料 只是他才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窍镜 怎么可能跨越茫茫星雨 去往另一个星体呢 里的飞苏界来用用 他立刻将主意打到了小罗莉的身上 行 谁让你是人家喜欢的帅锅呢 小罗莉倒是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林涵详细了解了一下 不由就起了眉来 像月华星这种大星体上 五行之力无比浓郁 会分别演化出极岩 极寒 极晶等天地伟力之地 比如极岩之地中 火焰会化成各种形态 攻击进入之人 杀之便能得到一丝火焰精华 无数无数的火焰精华凑到一起 便能化为火焰精元 在此类推 五种元素的精元都是这么来的 集齐之后 就能练成五行造化丹 问题是 要凝成一块火焰精元 需要的火焰精华多的精人 一般来说 杀上个一百年 应该可以凑出一块火焰精元来 那么要集齐五种精元 又需要多久 五百年 群秘境又能活多少年 也就五百年左右 这全部用来收集五行精元了 就算练成了五行造化丹又如何 哪怕没死 这手元也干涸了 生命机能降到了谷底 还去强行冲开体内桎 只是在送死罢了 不过 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强大的势力可以出动许多人同时进入 一起收集比如火焰精华 最后再给一个人 那就可以将时间不断地缩减 但是 无论是火焰精华还是别的五行精华 都不能带出去 否则会立刻消失 只有凝成了精元之后才行 这就让五行精元变得更加稀有和珍贵 理论上五行精元是可以出售的 但通常没有人会干这样的事情 花的代价实在太多了 通常来说只有大教才会动用无数的人手去培养传人 不是圣女就是道子 小罗利最后总结道 不过呢像人家这种天生神体 生下来就没有一道桎梏 所以也不需要这么麻烦 就是那么完美 他又十分自恋地道 林涵亚然 这小罗利居然是天生神体 则 真是上天无眼啊 他立刻做出决定 要前往月华星 那个必消 外务府就交给你了 妖族公主不由郁闷 到底谁才是外务府的府主 李前脚才回来 后脚就又要走了 我欠你的 可最后 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惹事 月华星可不是这里 那是一颗舞蹈成熟的大星 天才的数量肯定远远超过这里 林涵在这里可说是同皆无敌 但到那里就不好说了 回了外务府之后 林涵就开始了积极准备 他会把奶娃们都带过去 帮着他一起收集五行精华 大大节省他的时间 不然真要几十年 甚至百年之后回来 那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 他坚信自己的实力 别人需要百年时间 他可能只要十年 而再加上奶娃们的鼎力相助 这个时间还能更短 刚好 他还可以在那里修炼 将修为推到寻觅境的极限 待迈进仙途之后再回来 到时候就去和红天部干一架 永远必解决着的历史问题 做好啦 小罗利取出飞梭 这其实只能做一个人 但谁让他小呢 与林涵挤一下也没有问题 秋 飞梭立刻画成了一道流光 向着天空挤射 林涵回头看 帝都瞬间就缩小成了一个点 他会回来的 等着吧 飞梭很快就进入了星空 小罗利则是翻起了光脑来 一边自语道 嗯 前往月华星的空间节点呢 林涵不由冷汗 你到底行不行啊 找到了 小罗利拍手笑道 操控着飞梭 飞暗的宇宙之中 时间好像失去了意义 只有永恒的不变 但突然之间 林涵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拉扯感 眼前一黑又一亮 只见飞梭已是出现在了另一个星空中 绝不是原来的空间 林涵可以从原处发光的恒星做出判断 现在这颗要搭上许多倍 而且还有一道道蓝焰喷涌 浩荡的能量涌动 冲啊 小罗利兴奋地叫道 操控着飞梭横冲直撞 那有陨时代就往哪里撞 好像生怕飞梭撞不坏似的 哈哈哈哈 他发出笑声 不亦乐乎 小丫头 快找下一个节点 林涵连忙叫道 不 小罗利点点头 一脸的不情不愿 空间节点是宇宙中极特殊的地方 从一个节点可以快速跳跃到另一个节点 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 但是 节点可不是想穿就能穿的 而是要在通过的时候达到极高的速度 不同的节点 穿越时需要的速度又不尽相同 但通常来说 需要的速度越高 那跨越的距离就越是大 这飞梭的速度达到了教主级别 所以 从天海星到月华星 只需要短短的两个月 让林涵郁闷的是 这两个月他并没有办法修炼 因为完全吸收不到天地之力 而养员葫芦也无法转化出滋养精神的能量 总而言之 星雨中绝对是最最平级的地方 两个月后 飞梭撞入了月华星的大气层 顿时激烈燃烧起来 化成了一颗火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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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